第三百九十八章 偷红枣的正确打开方式 让你想不到 余孟平乖乖巧巧的 挽了我耳边的碎发 祖母才回来 且这几日身子不爽力 我不想惹祖母不开心 所以 她歪歪头 我听祖母的 苏烈可是余孟平的小狗腿 自然毫不犹豫地站在她这边 我 我也不需要 虽然真的感觉挺好看的 但 不如孟平 还有我还有我 我也不要 高凡站了出来 别看她在婆家沉浸那么久 但那性子还是没改好 别看林萧萧帮 她把儿子苏生的魂魄寻了回来 让她儿子恢复了正常 可她总觉得 这是林萧萧自导自演的戏码 定是林萧萧伙同那只黄鼠狼 害了她儿子 又假意救了她儿子 呵 不就想要她一个人情吗 她偏不给 林萧萧用小眼神夹了她们一眼 拍拍小手 欢快地竖起大拇指 哇 好聪明啊 你们终于长脑子了 竟然知道 我没准备你们的 林萧萧的话 成功让她们尴尬的 恨不能钻进地缝里 苏家人领了话 拿在手里把玩 带林萧萧走后 苏老太太特意把大家伙 召唤到堂厅来 褶皱浑浊的眼睛 在她们手中的画卷上扫了一圈 这才开口说话 安和公主的画卷 还是别要了 我看她处处古怪 这画卷可别把你们害了 苏老太太一说话 下一刻便被群攻 母亲 您不了解安和公主 不要胡乱妄言 是的祖母 萧萧很有本事 不会害我们的 老婆子 我是一家之主 你还是一养天年吧 苏老太太真是气 好好的家人都被洗脑了 她还后悔 让她们拿了话受惩罚呢 眼下一看啊 就该让她们尝尝教训 唯有这样 她们才知道 谁是真正的亲人 就会远离林萧萧了 年位越来越足 都不用皇上下令 挨家挨户的挂年话 贴符字 为了来年一个好兆头 街头巷围五颜六色的 卖糖葫芦的小贩们 说着吉利话 酒楼推出年夜饭 那叫一个红红火火 孟家更是热闹 孟家人把大朔的厨娘 带回来了 厨娘在厨子中央 围了一圈小孩牙子 有林萧萧 孟兆峰 豆包 肉包 还有白菜 嗯 白菜在腰界里 还是个未成年的小宝宝呢 当然算了 林萧萧 想把清源和大朔过年的 新鲜玩意儿都融合一起 当中 她们最期待的 便是厨娘 做的花波波了 大朔过年有个讲究 不做虾眼馒头 也就是说 要把白花花的馒头 做成花样 几个孩子争先恐后的举手 最先打头的是林萧萧 她穿着兔毛短筋的衣裳 发啾啾上绑着小毛秋秋 一说话 衣巾上的毛毛动来动去的 趁着她大眼睛忽闪忽闪的 林冻急了 厨娘婶婶 厨娘婶婶 萧萧 毛茸茸的人类又在奶生奶气的 可乖巧了 我 我想要小兔子波波 里面裹上肉馅 多放点蜜饧 哇 想想就好吃 我要老虎形状的 汪汪 我要骨头形状的 厨娘忙得脚 打后脑勺 终于蒸出了一锅锅的花波波 林萧萧偷偷扣下来 好多红枣放在盘子里 打算慢慢品尝 天生白菜也特别爱吃红枣 她手慢 抢不过林萧萧 不过为了吃 她琢磨出了一个好法子 白菜趁着林萧萧进厨房内间 迅速变回了刺猬的原形 她鼓了鼓气 把自己团成刺猬球球 书弟顺着盘子滚了过去 嗯 成功的 滚了满身的红枣 白菜听着厨房内间的动静 羞得窜了出去 躲了起来 没一会 便听到林萧萧委屈的低袍声 XX 谁偷了我的红枣 抽气了一会 低袍变成了高袍 白菜 我知道是你偷的 你的一根刺落在了红枣上 打得闹闹的气氛 延续了好几日 然 就在除夕的前一夜 弄苏两家 还有七皇子 他们一家子出事了 数十个大活人 竟通通消失不见了 早上 孟苏两家空荡荡的 孟家只剩下了林萧萧 白菜还有豆包肉包他们 苏家只剩下了苏老太太 于孟平 苏列高凡他们 而皇族 收到话的七皇子一家子 通通不见了 孟苏两家的巷子内 发生了争吵声 苏老太太住着拐杖出来了 对着孟家的门 光光砸了几下 见林萧萧出来了 便开始破口大骂 好啊 我就说你是个扫把星巴 我家里人收了你给的话 全都消失了 你说 你用鞋术把他们弄哪儿去了 林萧萧看着演技十足 装枪做事的他们 耸了耸小肩膀 我母鸡呀 好好 你不用装 苏老太太道 进宫 找皇上说说理去 进宫的这一路 苏老太太也不消停 仗着自己的大嗓门 以老卖老的 安和公主修了鞋术 把人都弄没了呀 大家要小心他呀 我看啊 之前王爷和几个世子的死 也是这么被安和公主弄的呀 安和公主是大硕人 大硕人齐心可诛啊 超超把火的 吸引了无数的百姓们 他们看见林萧萧都又惊又怕的 嘴里胡乱叨叨着 林萧萧不理会他们 说吧说吧 马上就说不出来了 这不但有说的 而且还有试图放炮去崩林萧萧的 放炮的人朝人群中看去 对上神秘女子点头示意的眼神 放炮人偷偷点燃火碾 朝林萧萧丢去 与此同时 神秘女子的红唇一开一合 吐出炎灵之力 炮仗炸死林萧萧 他说完 看着炮仗飞向林萧萧 他勾起满意地笑 这次 我的炎灵之力一定不会失败 然 在神秘女子身后 站着一个身穿黑胡球皮大厂的少年 少年戴着顶兜 他微微抬起头 露出清秀如角月的眉眼 他的唇薄薄得很好看 清冷的眉眼 在掀起的那一瞬变得犀利 他菱形的唇吐出两个字 反噬 炮仗落在了林萧萧的身上 火性紫色紫的燃烧着 豆包肉包 急得上蹿下跳的 林萧萧更有一种 赶不掉炮仗的感觉 好像死死附着在了他的身上 玩毒毒辣 我如花似玉的小脸蛋要毁掉了 第399章 努力睁大他的小狗眼 林萧萧在即将毁容的心情上挣扎 不远处的于孟平 看见这一幕 激动又兴奋地捏紧了拳头 炸 快炸 炸死林萧萧这小贱人 炸不死 炸残了 炸毁容了也是极好的 这样 便更有由头同大家说是上天看不过去 出手承接了林萧萧 然 他想象中的美好画面并没有到来 只见那次次册火花的炮仗拐了弯 向后转去 炮仗的目的地极强 直直地朝神秘女子身上追去 只听砰的一声 炮仗在神秘女子的后背炸开了 那强大的炮响声 甚至掩盖了神秘女子的尖叫声 神秘女子痛苦地闷哼 直挺挺地趴在地上 泛白 轻轻突起的手牢牢地抓着地 还吐出了一口血 朦胧眼神间 神秘女子看见少年的黑色造靴 缓缓朝他靠近 惊具冲斥在他整个胸口 糟了 要被发现了 若是被发现 他会被上面的那位惩戒的 正思考如何脱困之时 冬季的一股 强风呼的席卷而来 夹着碎雪吹的人 眼睛都睁不开 待少年再睁开眼 地上的神秘女子已消失不见 少年拧拧眉头 低垂着眸 方才 他似乎在神秘女子身上感受到了 那位的气息 手 死死地钻成拳 周遭的气息阴冷 那为做了如此丧尽天良的事 现在竟是要把手伸到开灵身上来了吗 他避了避眸 开灵还是被发现了 耳畔响起的吵嚷声 让他的思绪收拢 百姓们看着林潇潇 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那炮照明明冲着安和公主去的 怎么就拐弯冲着别人去了 安和公主不简单啊 肯定是邪碎 我看是安和公主有福气 能逢凶化吉 少年听着议论声 衣袖被一双软软 嫩嫩 如豆腐般的小手手捉住了 低头 对上林潇潇黑溜溜的大眼睛 他撇她 开门见山 很直白的 是你转移了炮仗 你挺能耐啊 为啥救我 你 你有什么目的 面对人类幼崽的炮轰式询问 少年自是不能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很多事是要让他自己发现 才能激起他的记忆的 他默默地从口袋里 掏出一张保存的很好的纸 这纸正是林潇潇 为他治病后留下的纸条 在林潇潇瞪圆的眼睛里 少年迅速写下一行字 报你的救命之恩 林潇潇 我救你 没有别的一嗓 你可别误会 我是为了咱俩两亲 少年用那双清澈的 宛如小狗般的眼睛看着他 林潇潇劈去 在心里嘀咕着 小哑巴这眼神好熟悉 好像很久很久以前 在哪看见过 少年听了这心声 抬起头 更努力地 睁大自己的小狗眼 这小哑巴 是不脑子有点问题 林潇潇后退一步 打算用魔法打败魔法 故意出难题为难他 报啥呀 还不如给我送个锦旗呢 送不了的话 咱俩以后两亲啊 你也别总缠着我呀 说吧 就在心里得意地嘀咕着 锦旗这东西 可是明星那个时代的东西 亮小哑巴 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少年听着他的心声 鸣鸣唇 好了 不跟你说了 我要进宫战斗了 拜拜哦拜拜 他没心没肺地 白白手 留下被风吹得凌乱的少年 宫内也颇有过年的气氛 苏家老太太 见着皇上便好起了丧 来了个跪地 哭嚎 拍大腿三件套 狠狠告了林潇潇一状 皇上 这林潇潇定是勾结邪碎 把我们家人 还有七皇子他们害死了 皇上转着大纸上的墨浴班纸 你全程不提孟家人 据闻孟家人也失踪了 安和公主若真有害人的心思 为何连自己家人都害 苏老太太 噎了噎 于孟平柔柔地捏着手帕 皇上 实不相瞒 我们常常听到 近日安和公主同家里人吵架 还挺激烈的呢 总说什么等有机会 会让给他们颜色看谈的 用用失望的 小白花的眼神看她 安和公主 他们好歹是你的家人 养你不容易 你就再气 也不能说出这般狠的话 做出那般狠的事啊 这话便是证实了林萧萧的恶行 嗯 我是跟一个老头买了话 话是老头话的 跟我没什么关系啊 林萧萧道 怎么跟你没关系 就是你会邪术控制话 用话杀人 苏老太太据理力争 那就把那老头叫来对治吧 林萧萧道 于孟平敏唇 有些慌 苏老太太递给于孟平 一个安抚的眼神 意思是不用慌 她早已把老头安排好 送得远远的了 让她找不到 对就对 苏老太太道 只见林萧萧吹了声口哨 肉包豆包两大金刚 呼得顿顿顿地跑了过来 再仔细看 他们身后还拖着一个人 带走得近了 才发现这人是卖话的老头 苏老太太的身子一晃 她 她已经把人送走了呀 怎么 怎么会这样 林萧萧这只人类幼崽 不按套路出牌 也不质问 也不审问的 就把老头放到一边晾着她 哦 还善良地给她喝水呢 皇上 你忘了我今天本来就是要进宫的 林萧萧笑呵呵的 嗯 记着 你说要在除夕前夜 给大家准备一个节目 让大家观赏 皇上配合道 苏老太太觉得他们真奇葩 急忙道 皇上 人 那么多人都失踪了 眼下不是看节目的好时候啊 皇上不以为然地摆摆手 不差这么一会 看完节目再找人 那也是来得及的 不要浪费了安和公主一片好意 皇上都发话了 谁还敢反驳 工人们早已准备好了看台 摆台 还有放置美味佳肴的桌台 有远致近出来咚咚腔的声音 戏曲的声音也飘了出来 热闹顿时充斥在整个皇宫 林萧萧坐在椅子上 晃着小腿 很捧场地高呼了一声好 众人寻着看去 这里头当属画画老头最为激动了 他哆嗦着帕金森的手指着看台 啊 哎呀 是 是 第四百章 王爷不是王爷 画画老头惊愕地看向看台上 看台的每一寸布置都是那么的熟悉 就 就好像是他画里的布置 画画老头在心里安慰着自己 一定是巧合 我画里的布置也是看着外面布置画的 可 当人出来后 画画老头彻底不淡定了 这些又蹦又跳的人 那可都是他画里亲手画的人啊 他们竟然活了 还被人操控了 画画老头猛地看向林萧萧 这只人类又在悠哉悠哉的一口一个葵花子 哼唱着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见画画老头看过来 还刺着一口白白的小牙牙 是不是很熟悉 你的画很好玩 可以做人偶呢 不信 我给你表演一个 林萧萧自问自答 也不管他乐不乐意 他从兜兜里又掏出一幅画卷 用小剪刀剪啊剪啊 没多会儿 便把画上的小人剪了下来 只见他对着小人吹了一口气 小人活灵活现地上台表演了 林萧萧拍拍手 真正的表演开始了 画落 微波后面陆陆续续出来许多人 看到这些人 苏老太太 还有于孟婷他们 激动地腾然站起 这些人不是别人 正是苏老太太口中消失的苏家人 孟家人和七王爷他们 他们穿着戏服 熟忍的 游刃有余的童话里小人一起唱戏 一戏结束 皇上等人爆发出掌声 不错不错 安和公主排的这场戏 可比以往看得都要精彩啊 皇上转着班纸 看向苏老太太他们 失踪的人在镇这儿 你们可有意义 苏老太太他们捏如得张张嘴 竟是半个字都说不出来 画画老头鸟翘的想跑 被豆包一嘴叼住 林萧萧把葵花子瓶儿放进火盆里 任由他刺辣刺辣地燃烧 老头 我只给你一次机会 你不说实话 我就把你变成画里的人 永远出不来不说 我还让你画里的人好好招待你 林萧萧笑得宛如一只小恶魔 我知道你的画有邪性 是谁让你用画害我的呀 他轻快地问话 反倒让人毛骨悚然 画画老头的眼睛乱瞟 林萧萧闻着御膳房传来烤鸭味 那真是一点点耐心都没有了 他的小手朝画画老头随便一挥 画画老头觉得胳膊处烫烫的 低头一看 挨着胳膊上的一只手 竟从肉手变成了指手 画画老头惊悚地尖叫 哎呀 我的手 我的手 我那能吃饭 能画画的手啊 林萧萧抱着胳膊看过去 我还是很善良的 只把左手给你变成了小指手 给你留了能吃饭能画画的右手 可是嘞 林萧萧摸着小下巴 如果你说实话 我就把你的两只手手 脚脚 全都变成只做的 我饿了 没有耐心了 林萧萧做出又奶 又凶又没耐心的样子 伸出手指头 我 只数三个数啊 他边伸手指头边 给他压力 一 二 还没数到三呢 画画老头毫不犹豫地 朝苏老太太指了过去 是他 就是这老太婆 让我这么做的 他说这个法子 才能让大家觉得 是安和公主 用邪术害了王爷他们 才会引起民愤 这样 才能把安和公主 绳之以法 然后 然后皇上会奖赏苏家 奖赏苏老太太 这些大功臣 苏老太太 见这死老头 把他突噜出来了 边掐着自己人中 边跪下来 同皇上解释 皇上 皇上 臣妇也是为了皇族着想 为了清源江山着想啊 皇上啊 自打林萧萧来了 这皇族还有世家 死了不少人 说他没有从中作梗 谁信啊 林萧萧的小脸凉凉的 世家那些人 因为什么而死 你知道吗 他们滥用邪术害人 导致害人害己 等于是自己作死了自己 这也要怪在我头上吗 你怎么不提我 救了被他们残害的 良善的世家们呢 那 那王爷他们呢 苏老太太又揪着这一点不放 皇族的人 你凭什么说害就害 我害 林萧萧像是听到了笑话 他们做了坏事 死有余辜 死不死 也该由皇上做主 轮不到你做主 况且 他们没有什么大错 苏老太太挺直胸膛 一副为皇族着想的样子 那几个皇族王爷 败类活着 只会加速清源的灭亡 林萧萧道 呵呵呵 苏老太太笑得讽刺 安和公主为了给自己找步 还真是什么理由都能想出来啊 世人都知道 皇族子嗣是江山的根 子嗣越多越好 可你掐了皇族的根不说 你还说皇族的根是烂的 嗯 你说的对 皇族的根本来就是烂的 林萧萧小鸡着米的点头 你凭什么这么说 苏老太太试图挑拨皇上和林萧萧之间的关系 引战他们的矛盾 皇族王爷 他们是皇上的骨肉 你也是在指责皇上吗 林萧萧有什么说什么的 清元皇族也就从王爷那一带开始烂掉的 因为王爷那一带被诅咒了 你们看到的王爷不是你们想象中的王爷 这话太炸裂了 大家伙纷纷看过去 皇上最为震惊 安和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王爷不是王爷 皇上光是重复这句话 便有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 林萧萧一字一句的 从皇上的这几个皇子在娘胎里 他们就已经不是原来的皇子了 怕他们听不懂 林萧萧说的更是直白 也就是在娘胎里是鬼胎 长大的是阴人 汗毛刷刷刷的立了起来 苏老太太 安和公主胡说八道 真是越来越离谱了 口说无凭 证据呢 啊 林萧萧默默后退了一步 生怕她的吐沫星子 喷在自己脸上 没有机会苏老太太的咆哮 她看向皇上 清元王朝的开元皇上 也就是你们的老祖宗 是不是给你们留下了一个玉佩 那个玉佩起初橙色不好 粗糙不堪 后来被每一位皇上带得日渐光滑 水头极好 第401章 玉佩一内一外 平行世界 清元皇上的神色逐渐凝重起来 你是怎么知道的 玉佩一事可是他们清元的秘密 这秘密只有清元历代 继承皇位的君王才知道 她就算对林萧萧再以成相待 也绝不会把所有全盘脱出 我 无所不知 林萧萧自豪地拍着小胸脯 我还知道你们开辟江山的老祖先是怎么说的 她微弯着腰 还假装有胡子一般用手摸着下巴壳 还洋装苍老的样子 咳嗽了几下 嗨嗨 原先有个开朝皇上是乞丐 朕虽然比他好一点 但也没好到哪儿去 我呀 幸运 捡到了一个玉石 又得了大师的指点 把玉佩打成了江山的样子 后来 朕因这玉佩一步步开辟了清元王朝 朕多子多孙 江山富饶 朕把这幸运玉佩传给每一位君王 带着他 把清元江山好好的一带一带地传下去 林萧萧学得一句不差 唯妙唯孝的 清元皇上听得恍惚 还以为是开元老祖宗活过来了呢 他 老祖宗给你托梦了 哦 他拖不着我 他被困住在了狱里 而且还做着自己的春秋大梦呢 林萧萧给皇上当头一棒 这话尴尬了不是 所谓家丑不可外扬 更何况是一国之丑 皇上背了背手 转了转身 清了清嗓 安和公主 你同阵来 皇上你不要被他 苏老太太神神叨叨地想要跟上去 皇上身边的新副总管子一挥浮沉 扬到了苏老太太的脸上 奸细的公鸭嗓哼了一声 苏老夫人怕是乐举了吧 皇上和安和公主要去皇族的祠堂 你是什么身份 也配跟着 苏老太太张了张嘴 到底没敢多迈出去半步 皇族祠堂内 清元皇上介绍着 祠堂每一任君王都是由台阶式进行摆放的 摆在最高处的是开朝祖宗 依次往下是历代的皇上 林萧萧胡乱应着 玉佩呢 他伸出小手手 给我康康 事都到这份上了 清元皇上哪还会在意那些有的没的 他忙把玉佩从祭祀的机关小箱子里拿了出来 先是怀着恭敬 敬畏的心双手捧着玉佩在开朝老祖宗面前拜了拜 拜完之后 这才小心翼翼地递给了林萧萧 林萧萧拿在手里把玩的时候 清元皇上撑着脑袋看 这玉佩光溜溜的 也没什么特别的呀 怎么没有 你们肉眼凡胎看不见 林萧萧的手指头尖运出一丝灵气 羞羞羞地在玉佩上点了几下 接着朝清元的皇上摆摆手 你来康康 清元皇上看过去 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啊 这这这玉佩里竟然有人 而且还是活人 其中有一个身穿龙袍的人 他是认识的 他不是别人 正是他的开朝老祖宗啊 他是见过画像的 不会错的 玉佩里四是春天 又或是四季如春 开朝老祖宗 在一棵大树树阴下成凉呢 周围跑着许多许多的孩子 这些孩子也熟悉 清元皇上揉了揉眼睛定睛看去 惊得下巴都要掉了 连连后退了好几步 这这这 这不是孟雷他们小时候吗 皇上都大舌头了 他们小时候为何会在这里 林萧萧瞥了一眼 没见过世面的皇上 别着急啊 往下看 清元皇上的眼睛 那家伙目不转睛的 小时候的孟雷他们活泼天真 摇头晃脑背着 三字经 随着玉佩的日夜轮换 又看到孟雷他们长大了 长到了十几岁 长成了翩翩少年 他们兄弟几个 在草原上骑马奔腾 射箭摔跤 又长啊长 长到了成亲的年纪 他们和各自王妃 琴瑟和鸣 还和兄弟们胸有地宫 在朝堂上侃侃而谈 多么美好的画卷 清元皇上泪眼婆娑 抖着纯问 安和 这是怎么回事 为何有两个 哪个是真的 都是真的 林萧萧把玉佩攥在手里 只是 玉佩里的那一魂一魄是真的 玉佩外的肉体是真的 我说过 清元的气韵在衰败 有人从中作梗 想毁灭一个王朝 从人下手是最快的 你的皇子们在娘胎里时 就被人换掉了魂魄 性子换了 所以长大后的性子 还有做事的方式 让你无法接受 你仔细想想 这一桩桩一件件的 他们做的事 是不是都是危害的清元 林萧萧一提醒 清元皇上醍醐灌顶 是啊 很多事他们办完之后 朝廷江山和百姓 似乎都动乱了 要么就是割地了赔钱了 清元皇上打了个冷战 问林萧萧 他们 是谁 林萧萧卖了个关子 你会知道的 那 玉佩里的 那是另一个 林萧萧想到明熙所说的话 嗯 平行世界 那老七 他为何无事 皇上纳闷 林萧萧自出糯米小牙 七王爷的母亲 希希 是不是信佛的呀 皇上一证 没错 你是怎么知道的 老七的母亲从小信佛 从小识素 性子寡淡 不争不强 而且也带着老七 每逢初一十五吃素 且这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老七的王妃也信佛 林萧萧摁摁摁着 找到原因了 邪碎是不敢 也无法靠近 这样的身体和灵魂的 所以他 才会被人排挤呀 老七活着才是正道啊 皇上恍然大悟 激动地抓住林萧萧 热泪盈眶的 安和 镇上被子是积德了呀 才能遇见你呀 林萧萧甘大地笑笑 并抽出手 在心里嘀咕着 我就你清源 是因为我和清源 有因果债 你们不好 我和我家人也好不了 要不我才不想管闲事呢 皇上 林萧萧忽然伸出小手 算了算 小大人般地拍拍皇上的肩 哦拍不到 拍了拍大腿 道 这几天有你忙的呢 我建议你 晚上打起精神来 不要睡得太死啊 怎么 会有人给你惊喜的 这惊喜俩字 听着那么圣人呢 第402章 我谢谢你全家 谢谢你八辈祖宗 这惊喜俩字 怎么听着那么圣人呢 皇上自皇族祠堂出来后 便阴沉着脸 苏老太太 他们眼巴巴地瞅着皇上 却不想等来了 皇上暴怒的惩戒 画画老头 不是喜欢图图画画的吗 那便把他发配到贫困潦倒 正在建设的小城 就让这伙天天刷墙去吧 苏老太太撤去了所有告命 法月银致敬棺材板那天 撤去所有的丫鬟姑姑 不许吓人伺候 所有的是亲力亲为 这一惩罚于 打小被人伺候惯的苏老太太来说 那可是大灾 她当即昏死了过去 于孟平和苏列俩人挑拨离间 不压世 皇上认为 既然他们学的知识 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 那就不必学东西了 撤了他们所有学习资格 所有考试资格 什么文武状元 第一才女 郡主的选拔 统统没有他们的份了 于孟平听着保护神通之意念 气韵流失的声音 又感觉到她的肌肤正干裂 粗糙 经受不住如此打击的她 直直地晕了过去 苏列是她的狗腿子 第一时间冲上去扶住了她 扶人之时 手难免会触摸到她的肌肤 苏列摸上去时 手顿了顿 神情恍惚了一下 在心里难难 孟平的皮肤怎的那么粗糙 像老爷们的皮肤 难道是我的错觉 嗯 一定是 都知道孟平最善保养 更有豆腐鸡美人的称号 苏家人晕得晕 倒得倒 皇上干脆拆皇室 把他们拖了出去 别死她眼巴钱 晦气 苏家 苏老太太悠悠转醒 醒来第一件事 便是朝床边伸出手去 水 喝水 喊了半天都没人 她想到什么 瞬间精神地睁开眼 真没人了 皇上来真的呀 支呀 门被人推开了 于孟平端着水进来 祖母 喝水 苏老太太 好似行走在沙漠里的人 捧起水一眼而尽 孟平 还是你好啊 祖母 孟平心疼你 孟平真没想到 安和公主那般狡猾 静 静害了祖母和华先生 于孟平抹着眼泪 安和公主就是我的克星 就是苏家的克星 苏老太太浑浊的眸带着怒 应该好生惩戒她一番 让她知道 她给崖眉长齐的小东西 少和长辈对着干 孟平倒是听闻 像安和公主这等被邪术控制的人 要以毒攻毒 以邪制邪 啊 你有法子 苏老太太来了精神 嗯 因她而死的皇族王爷们 包括世家贵族们 血统高贵 魂魄强大 若是请他们入了林萧萧的梦 好生敲打警告一番 让林萧萧同皇上 同百姓们承认是她从中作梗 故意坑害青园 那她不就成了过街老鼠了 到时皇上也会觉得冤枉了我们 亏欠了我们 苏老太太微米的模样 瞬间精神了 好好好 这个法子好 怎么做 想到系统的提示 余梦平道 需要祖母亲自去一趟皇家陵园 要去那么会气的地方啊 苏老太太拧着眉头 想到目的是为了摆脱现在没人伺候的日子 她硬着头皮答应了 不过额外提了条件 让她跟着 夜 又深又沉 尤其是陵园的那片穷炉 就好似搅翻了一桶墨水似的 他们提前买通了守灵人 悄无声息地走了进去 这儿怎么那么渗人 苏老太太摸着胳膊 祖母就算这儿埋的是皇族人 那也是死人了 他们祖孙俩人来到孟梅他们墓前 余梦平搓了搓手指 祖母书上说要取左右手指上的鲜血 印在他们的墓碑名字上 便可以和他们互通说话了 苏老太太真不乐意出血 她的血多么的珍贵 但为了后半辈子享福 只好忍痛死 雪珠印在了墓碑上 苏老太太等了会 不耐烦地皱皱眉 怎么还没动静 话才落 便觉周遭阴沉沉的 森冷的风 好似要吹到人的骨子里去了 也吹到了躲在墓碑后面的皇上 和林萧萧身上 皇上看着林萧萧 大咧咧地坐在墓碑的碑台上 张了张嘴 还是没忍住 用胳膊肘碰了碰林萧萧的胳膊 我说安和呀 咱商量点事 你能别做我父皇墓碑吗 你都压着他了 林萧萧拍拍他肩膀 难为你孝顺了 但是这是你父皇心甘情愿的 他昨个给我托梦 特意让我坐他这儿 还给我送上来一个垫子呢 当然啦 我也给他好处了 我给了他乐逍遥服 讨好阳王服那些好东东 保证他在地府过得乐乐呵呵的 皇上沉默了 行吧 这份孝顺他做不到啊 阴风越来越浓 林萧萧感觉到什么朝前看去 还激动的 不忘用小手狂拉清元皇上 看 快看 他们看过去 苏老太太他们周围的墓碑 就好似被什么东西撬动开了一般 地下发出嘎吱吱吱地面撬动的声音 墓碑咔嚓歪倒在一边 从下面爬出来一个人 不 那不是人 他们高高壮壮 脸皮和骨肉融合在了一起 看着像化石那般僵硬 呈青紫白色 他们的眼睛只有眼白 没有黑色铜人 身上穿着铠甲 手里握着刀帽棍棒 走路四肢僵硬 却铿锵有力 格外灵活 即使再没见识 那也认得出来这是阴兵 而且看着发眉眉青的样子 那就是百年的阴兵了 而且 为首的阴兵竟是梦雷他们 哎呀 阴 苏老太太只看了一眼 都没等阴兵靠近她 苏老太太嘎了一下子 一番白眼晕了过去 没用的老东西 于梦平想撇下苏老太太跑开 但 她的双脚 好似被狠狠地定在了原地 半分都动弹不得 救命 救命啊 于梦平大声呼救 该死 怎么会遇到这些东西 喊了半天都没人 就在她绝望之时 她听到了一串脚步声 顺着脚步声 于梦平看到林萧萧的时候 眼里的高兴 瞬间变成失望 你不会救我的 你巴不得我死 对不对 林萧萧歪头 看来你还是知道 自己是多么的讨人厌的 对吗 是谁让你用血迹的法子 照引阴兵的呀 林萧萧画风一转 我 第403章 飞鹤快递 送你回家 到地签收 不然拒收 于梦平才想拿林萧萧一把 以保密拿住她 谁知道 这小兔为子 根本不按套路出牌 兴奋的瞪圆眼睛 还一把拍在于梦平的腿上 转告她 我谢谢她全家呀 我再谢谢她巴不祖宗啊 于梦平在心里 用意念对保护神道 听见没 小贱人让我谢谢你 你什么意思 让我把苏老太太拐过来 但你可没说我也会遭殃 保护神官方口吻 这是任务之一 你完成任务 并活命会恢复 滑嫩肌肤和气韵 于梦平咆哮 我怎么能活命 保护神沉默 心想 这就不关我的事了 这就要看你这个 蠢货的造化了 反正阴兵勾出来 我会得到气韵 你如果死了 我正好脱离你的素体 换一个聪明伶俐的宿主 皇上 我水袋呢 渴了 喝完水再收拾这些东西 林萧萧愈日欲试的 他一激动就口渴 就想喝水 渴 叫唤了半天 都没见皇上把水袋拿过来 他一回头 皇上蹲成了土拨鼠 朝他伸出了长长的手臂 手里还拿着水袋 只是那拿着水袋的手抖啊抖的 就跟得了帕金森似的 林萧萧惊呼 忙宝贝的拿过水袋 晃了晃 眼睛睁得溜圆 痛心疾首地捂着心口 啊 我一袋子的水啊 都给我晃到没了 他的腮帮子气鼓鼓的 把水袋往腰上一扁 然 就在林萧萧看不到的地方 冒出来一双眼睛 这双眼睛正是神秘女子 她躲在树后 长指甲使劲抠着树皮 上次炮胀炸伤她后背的疼 让她难以忘却 这一切都是拜林萧萧所赐 次次严林失败 这次你被阴兵包围 再加上我的严林之力配合 看你怎么能侥幸逃脱 神秘女子这把可是发了狠 她张开嘴 上下嘴唇一开一合 林萧萧会丧命在阴兵之 还未说完 她只觉眼前飞过一个东西 还没看清楚呢 她的嘴狠狠一痛 心甜的感觉让她伸手一摸 她摸了满手的血 忽然觉得一股强大的气压 死死地笼罩着她 神秘女子抬头看去 对上一双清秀却冷落冰霜的眸 谋的主人身姿挺拔 明灭阴影映在她的鼻梁上 形成一条挺拔的分界线 她一个眼神扔过去 神秘女子腿软地往后退去 我 我走 走 女子滚蛋后 少年才看向林萧萧的方向 地下的阴兵如一茶春笋冒了出来 把林萧萧包围起来 林萧萧掏出口哨 猛吹了一声 就跟军训教官似的 立正 清元皇上就挺无语的 安和呀 他们是阴兵 怎么会对你服从 你快过来 咱们找旧兵去 才说完 清元皇上便被打脸了 只见那些阴兵特别听话的 齐刷刷站住了 有的个别反应慢的 脑门子撞到了前边 阴兵兄弟的后背上 少兮 立正 向左向右转 齐不走 走到大树那边立正 别碍我眼 林萧萧指挥完毕 掏出一打小指人 如渣男般敷衍地摸了摸 又吹了口气 去 把他们捆起来 小指人短短的手 费尽巴力地拽着绳子 一圈一圈地把阴兵捆了起来 笨笨的小指人 还不小心把自己捆了进去 使劲挣了出来 完成任务的小指人排排队 等着林萧萧的夸赞 林萧萧用灵气挨个贴贴 她朝阴兵走去 清元皇上跟在她后面 脚踝动了动 低头对上于孟萍求救的眼睛 安 安和公主 萧萧妹妹 你要干什么去 带着我 我也要出去 我不要在这个鬼地方 我会死的 她吓得声音哆嗦 一改往日贵女的样子 林萧萧把支佑支佑挪了出来 我夫子教过我一句话 自己的是自己做 你方才 她伸出两根手指头 做走路的动作 不是自己走进来的吗 那你就自己走出去吧 哎呀 于孟萍的咆哮 换来了林萧萧沉默 是今晚的康乔 林萧萧让清元皇上先回去 你也看到了 当初是有人把阴兵的魂西 换到了你皇子们的身上 阴兵皇子们生下的后代 也是阴兵的后代 我先把这些阴兵铲除了 林萧萧走了几步 余光扫到了边上的影子 回头一看 发现清元皇上还跟着自己 你 干嘛 清元皇上挺大一把碎属的 此时此刻 可怜得像枝沙皮狗似的 朕 朕不敢 朕害怕 看她都要哭出来了 盲哄 不怕不怕啊 我找人送你回去 绝对安全可靠还速度 她把叠好的小纸鹤掏出来 用了灵气之后 帮我送个人 送到工我才签收到 不然我是不签收到 小纸鹤们 扑捅着灵气十足的翅膀 飞向清元皇上 在她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时 脚下一个悬空 整个人被小纸鹤带着飞 飞了起来 啊 好好享受这飞一般的感觉吧 林萧萧美滋滋地继续走 背着的小胯包一甩一甩的 身后跟着一大串的阴兵 她耳朵很灵 咕噜着大眼睛 悄悄从破兜兜里 拿出来一个香蕉皮 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朝后丢了出去 摔死你个小贼 跟在林萧萧身后 原本想避开的少年沉默了一番 最后还是故意的 踩在了香蕉皮上 黑小贼 哎 小哑巴怎么是你 林萧萧蹲下看他 你跟踪我 少年拿纸笔 路过 我信你个大头鬼 林萧萧警惕地看着他 你跟踪我有什么目的 该不会是上次尝过了我的灵石之后 念念不忘了吧 我跟你说啊 爹可以分 灵石不能分 你不要乱打歪心思 没用的 他圆溜溜像玻璃球的眼睛 亮亮的鬼机灵 少年多看了一会 连忙摆手 可别因为灵石让他上火 做了病 拿只血不要零食 我来给你送东西 林萧萧明显输了口气 他批批他 你送什么呀 听说苍家被没运到的可穷了 听说衣裳都漏洞了 能送我什么好东西呀 少年从袖口里拿出来 第404章 咱俩缠缠缠到天涯吧 少年明明纯 小狗眼里带着小忐忑 细碎的发丝顺着病脚垂下 更添俊秀 他小激动地从袖口里 把东西掏了出来 递给了林萧萧 这什么呀 红彤彤的还怪好看的 林萧萧边嘀咕 边接过来 他把东西展开一看 像个受惊的小公鸡似的 拍着小翅膀 边往后退去 眼睛圆溜溜的 惊讶地张着小嘴 哦哦哦 这是锦棋 你从哪儿弄来的 而且锦棋上还写着 鲜明的感谢萧萧 就我狗命八个大字 林萧萧狐疑地看着他 摸着小下巴 围着他直转圈圈 从哪儿弄来的 你怎么知道这个东西 你该不会认识明晰吧 耳尖却红了 嗯 他不擅长说谎 一说谎就像红辣椒 那次 他的确寻着林萧萧的心声 找到了明晰 他入了明晰的梦 且在梦里和明晰上 演了一场你是for我是s 潺潺绵绵到天涯的戏码 最后以明晰 阴阴唧唧地失败而告终 将锦棋为何物 告诉了少年 明晰永远记得他 被梦境惊醒后 第一时间便是反手摸自己的屁 举骨花 生怕在梦中遇到个变态的死鸡老 毕竟这种事在现代可太多了 再加上他如此英俊潇洒 少年怎会承认 他用迷茫的小狗 眼看着林萧萧 无辜又小又单纯 林萧萧揣着锦棋 东西我收到了 你走吧走吧 少年不走 并把写好字的 指对到林萧萧面前 说好的 送你锦棋 就理我 林萧萧 真想拍拍自己的嘴 我这张贱嘴啊 啊 我只是随口说说的 我乃知道小哑巴能做出锦棋啊 林萧萧想起 上次他帮自己转移了炮仗 猜到他不简单 不如 就趁这次机会试探试探 行 理 说话算话方面 我称第一 没人称第二 林萧萧把小胸脯拍得扑扑作响 他又顺势把捆着阴兵的绳子 塞进小哑巴手里 你牵着他们 跟我走啊 又故意吓唬他 你别怕呀 他们不杀人的 顶多就是喜欢把人弄残 林萧萧观察他的神色 他原本神色淡然 见林萧萧看过来时 立刻转变成了 害怕弱小又无助的神色 林萧萧这才满意 又故意恶心他吓唬他 你小心些啊 他们会滴臭臭的口水 哦 也就是阴油 阴油会把你的皮 烧成一个大大的洞 少年乖巧地点头 林萧萧走一段距离 便往后瞅瞅 他发现那些阴兵里 小哑巴很远 刻意保持着一定距离 就好像很怕他一样 少年故意拖慢步子 离阴兵问近了些 我就说阴兵不可能 故意和他保持距离的嘛 哎呀 我这眼神 肯定是半夜看小人书 看得眼睛不好使了 一定是因为 夜明珠不够亮了 少年听了林萧萧的话 低垂着眸 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快到目的地之时 少年便能感觉到 身后阴兵的躁动了 他们恐惧不安 原本淡然的神色 宛如癫狂的风牛 好吵啊 林萧萧滔滔耳朵 听闻 少年的眼睛 朝他们淡淡地扫了一眼 阴兵的躁动小了许多 林萧萧是凭借着记忆寻来的 此处名为洗水林 砖洗阴雾之处 林萧萧坐在一块石头上 嘀咕着 我好像记得我 曾经在这干过一件大事 拍了拍脑壳 而我想起来了 当初分开一些魔兽等界的时候 有许多不服气的阴雾 不敢跟我明着干 就暗戳戳地给我屎绊子 吸 后来被我逮到了 我把那些屎绊子的阴雾 通通收拾了 说着说着 林萧萧回过头来 最怕忽然对视 林萧萧拍拍小手 我知道你们是谁派来的 他从坐着到站着 站在大石头上 插腰对着墨黑的 一望无际的天空吼着 狗屁的天道 我知道是你弄的 我帮你家孩子跳井了 还是往你家降纲里拉臭了 你一直针对我你 你等着啊 我这就给你点颜色康康 我要杀鸡警猴 少年看着林萧萧愤怒的样子 他张张嘴 想解释什么 可想到目前的境遇 他垂下黯然失色的眸 林萧萧的嗓门子特别大 就像攻击波音似的 一波一波地朝天空洗去 天空最深处 沉睡得天道猛地击灵了一下子 他忽悠就爬起来了 用手使劲摁着胸口 对心腹招手 我 我的速效就新完呢 快 快给我拿来 吞了一颗速效就新完 这才缓过来一些 他睡不着了 一只手撑着半揽脑袋 真是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我 我好像听着开灵的声音了呢 心腹道 好像不是梦 竖了竖耳朵 好像真是他的声音 快 快拿天使镜 看看他在哪 天道急了 天使镜可望之六界 望着望着 心腹一屁股扑通 坐在了地上 您 快来看看 他要造反啊 天道哆哆嗦嗦 接过天使镜 透过镜子 林萧萧盘腿 坐在地上 用笔调颜料 在他面前 站着一整排的阴兵 他们乖得像小学童 就那么任由林萧萧 呼来喝去的 您们 蹲下 看不出我个子矮啊 把头低下 阴兵们像犯了错似的 搭拉着脑袋 林萧萧用笔 在他们没心处 点着点点 看似小孩子的杰作 却是让天道大惊失色 甚至都要跳脚了 啊 快 快拦住他 他这是要散音 他这是要祸害 我的杰作呀 拦住 但 来不及了 林萧萧画完 把笔往边上一瞥 他顶着丸子啾啾 包子连连 嘴里还含着糖快快的 他小手交叉 嘴里嘟嘟囔囔的 最后奶声奶气的 喝出一个辫字 云雾浓重 阴风阵阵 四周的虫鸟都静止不动了 阴兵们被云雾遮盖住 天空的月亮都红了 待云雾散去 天道不忍直视 却又不得不强迫自己 顺着手指头 奋看过去 一口老血 差点喷出来 开灵 开灵这货 缺了大德了呀 竟然把阴兵们变成了 第405章 听说你四处跟别人 说死了 啊 天道咆哮 开灵这个缺德货 竟然把他悉心培养的阴兵 给变成了小指人 再透过天使镜看去 Oh my God 看一眼就要心机梗塞了 林萧萧 从一个破兜子里 掏出来一个盆子 那盆子黑了八几的 像是用过 聊过了很多次的 他把盆子八几 往地上一摔 又鼓起腮帮子 把地上的灰土吹开了 见地上干净了 林萧萧满意的 一屁股坐了下来 他把一打小指人 丢进盆子里 又用火折子 点燃了小指人 起了火苗 林萧萧把手里 另一打小指人 往火盆里那么一扬 歪着小脑袋 拿小眼皮子加天道 这话就是冲上头说的 上头的厅长 摆好相煮纸前 唢呐一吹 白布一盖 老少爷们等上菜咯 天道在上头气得直跳脚 气得捂了豪风的 大脚板在地上光光地踩 开灵 个龟酸 咒我 他竟然咒我 林萧萧对着上头嘀咕完 灵机一动 把兜兜里的栗子掏了出来 往火堆里一丢 好干吧呀 林萧萧又灵机一动 又从兜兜里掏出一罐蜂蜜 一个小刷子 这货用小刷子 蘸了一卷蜂蜜 晶莹剔透的蜂蜜 刷在栗子上 没一会儿 便听到空中 响起栗子爆裂的声音 棕色的栗子 包裹着一层焦黄的拔丝 一吸鼻子 便能嗅到焦甜焦甜的味道 林萧萧忍不住伸手要拿 少年的手 比他更快一步抓出一把 少年烫得在手心里来回倒腾 林萧萧嗷嗷的 你 抢我栗子 给你三个数的时间 放开你手里的人质 啊不对 是栗质 少年听着他奶胸奶胸的数数 手里紧忙捣通着 等数到三的时候 把手朝林萧萧伸出去 少年坍塌的手心里 躺着几颗已经扒好的糖炒栗子 林萧萧看着这颗颗圆滚滚的栗子 因为想骂人 而鼓起的腮帮子 扁了下去 就像撒气的气球似的 你不是要抢我栗子 而是要给我扒栗子 少年红着耳尖点点头 嗨 不早说 哎也不对 哑巴没法说话 这要是能沟通该多好 就不用闹那么多误会了 少年听着林萧萧的心声 黯然失色地垂下眸 现在 他还不到开口说话的时候 林萧萧小心眼地 在掌心里分栗子 一共六颗栗子 先拨出去了三颗 想了想 觉得不对劲 又拨回来一颗 一琢磨还是不对劲 接着又拨回来一颗 拨完 林萧萧略心虚地解释 我可不是不舍得给娘 我是怕你吃多了 嗓子更坏了 少年用小狗眼看着他 点点头 他把栗子当真宝般收起来 又拿出纸笔鞋 你四处喊上面的死了 会不会引起动荡 林萧萧嚼栗子的嘴停下了 心虚地望天 摸着鼻尖 应该 也许 大概率 不会吧 林萧萧当人当得久了 已经忘记自己一呼百应的本事了 此时的六界 六界之主们 譬如魔界的魔王 魂界的魂王 妖界的妖王等 还有大罗神仙 阳王判官等都惊呆了 纷纷私下议论 听见开灵的格物传音了吗 上头 暗搓搓地往上指 玩毒子了 挂了 开灵不是随随便便说胡话的人 出了这么大的事 得去吊咽表示表示 我出一个香花圈 那我出香烛 杨王他们几个 扛着各自带的东西 朝同一地方奔去 默契的 都在路上碰见了 抬头连连叹息 噩好啊 低头叹息连连 要变天了 到了天界 人未到 便听到可此起彼伏的哭号声 天道的心腹点脚看去 眼珠子都瞪出来了 花圈举头顶 指钱洒满地 还有几人扛着巨大的棺材 浩浩荡荡地朝他们走来 心腹惊得上前 他才要说话 便被众人的声音淹没了 天道的仙体在里面吧 幸亏来得早 还来得及瞻仰瞻仙荣 怎么会这么突然 按理说 仙道是不会轻易 心腹解释 天道他没 没事两个字 还没来得及说出来 便被前来吊咽的人打断了 嗯 我们先进去了 树人浩浩荡荡地进去 这 被林萧萧气得 想睡一觉的天道 丝毫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 甚至睡得很熟 熟到连林萧萧烧上来的小纸人 呼了一脸一声 都不知道 阎王抽动着满是胡须的唇 这 连白布都还好了呀 几人把棺材放在地上 又把天道放了进去 盖棺吧 挪到天台上 寻个时辰宣布这一消息 睡醒的 哦不 闷醒的天道 听着外面的动静 差点气死过去 他鼓出一股力道 将棺材轰了个四分五裂 他吹开了 粘在脸上的小纸人 木木圆瞪 谁死了 谁死了 我睡得好好的 怎么就死了 又恶狠狠地瞪着阎王 你这阎王怎么当的 能不能当了 不知道看看生死薄 阎王 他心到了 开灵说话那是圣旨 还用得着看那破玩意儿 天道看他们的德性 就知道是开灵闹的 走 把这些晦气东西都给我弄走 天道碾空了人 抬头看着心腹 瞧见没 开灵他就是我的心腹大患 他当开灵时候不消停 当人身经不消停 当了人更不消停 我们的计划在进行中了 心腹道 我要的是成功的计划 而非失败的计划 天道气得吹胡子瞪眼的 现在感情好 这祸害经到处跟人说我死了 是 在 努力了 就 说得挺心虚的 林萧萧丝毫不知自己的一番挑衅 引发了如此大的动荡 他吃完栗子 正困着呢 小肉手在眼睛上揉啊揉的 他嘟囔着 想回家 想找娘亲 林萧萧这个没心没肺的小东西 那可就是个说 就炫 说困就睡得住 才嘟囔完 如小白熊的身子 直挺挺地朝前倒了下去 少年一个瞬移 接住了林萧萧 他慢慢转换位置 让林萧萧挪到他的背上来 他抓着林萧萧的脚往前走 这时 第406章 林萧萧进厨房 等于黄鼠狼进了鸡卷 少年的双手 托起林萧萧的小腿 嗯 因为这货太沉 还往上颠了颠 空中放着璀璨的烟花 绚丽又夺目 又是一年啊 他 又长大了一岁啊 林萧萧烦躁地嘟囔了一会 少年驻足停下来观赏 直到烟花散尽 走在静谧的小路上 少年耳边充斥着林萧萧 强有力的砰砰心跳声 少年浅笑 呢喃 开灵 带着我的心脏 好好生活吧 少年把他背回了孟家 才踏入巷子 少年眼前便出现乌鸦鸦的一片 孟家人的脑袋 齐齐地对在他面前 你为何会和萧萧在一起 不是说过晚上不许在一起 你为何背着他 孟家人眉头紧锁 心里齐刷刷地产生一个想法 这臭小子 果然没憋着什么好屁 都越举了 行之言之俩兄弟对视一眼 俩人一个剑步冲了过去 一个扮住了少年 一个把林萧萧小心地抱了下来 他们跟看敌人似的看着少年 板着脸 很严肃 我们的妹妹就不劳烦别人背了 少年用无辜 无奈的小狗眼看着他们 无声地掏出一个本本 在上面写了一行字 他困 要倒地睡觉 我不服 看他受伤 他睡在地上 让他被野兽吃掉 我也不管 嗯 好一个三连问 问的孟家人是哑口无言 他们支支吾吾正琢磨 如何回答时 少年像小大人般看他们一眼 默默地转身走了 他的背影好似在回答 罢了 不和你们一般见识 果然 少年的行为和问话 让孟家人心生愧疚 开始怀疑自己了 咱们 是不是对人孩子太苛刻了 是啊 人孩子也没干啥呀 我们把人家训一顿 萧萧可是他送 不 背回来的 咱家萧萧还那么沉 孟家人集体决定 对苍家这孩子友善一些 林萧萧睡到了第二天早上 他踹了踹柔软如斑的被子 定住 脑子重新开启 想到黄家陵园的事 他一屁股翻滚了起来 啊 我啥时候回来的 咋回来的 小亚伯呢 林萧萧从丫鬟口中得知 自己是小亚伯背回来了以后 沉默了 他低头捏了捏 自己一道地上的小肚肚 忽散忽散眼睛 问了个真挚的问题 他背我 那他 还活着吗 丫鬟愣住 盲点头 活着 受伤了 丫鬟摇头 残了 丫鬟又摇头 小小姐放心 苍家小少爷好着呢 鞭炮声噼里啪啦地响 林萧萧拱着屁股 往上一拱一拱地 趁着脖子往外看 啥日子啊 那么热闹 今儿个是除夕啊 一听 林萧萧裹着毛茸茸的斗篷 冲了出去 孟家院子里 装点着漂亮的 红红的 喜庆的窗花 丫鬟下人们 正忙里 忙外的里外收拾除尘呢 当属小厨房最热闹 厨娘们齐刷刷地 开了五六个灶台 先做了一堆炸丸子 炸鸡腿 闷肘子 闷牙货等一堆炸货 闷货 做完便放在了一个个盆里 厨娘们看着白满的炸货 东西太多了 没地下脚了 另一个新来的厨娘道 我去看看放哪 她进了隔间 才走了几步 靠近一个除架时 脚踝被一双 肉乎乎的小爪爪握住了 一低头 便对上林萧萧那张 萌到让人吐血的小脸 小小姐有事吗 林萧萧巴结了下嘴 眼睛圆溜溜的 漂亮厨娘娘 我是来为你们分忧解难的 你们可以把那些炸肉肉 放在我的房间里 林萧萧一整个王婆卖瓜 自卖自夸 我 我的房间宽敞透气又明亮 最适合放东西了 新厨娘高兴道 好 我这就回去搬 林萧萧拍拍小手 发达了发达了 夜宵不愁了 新厨娘回去后 兴高采烈地把提议 同其他厨娘说了 其他厨娘看着她 沉默了 果然 小小姐的魔爪 对新人下手了 新人就是新人 对小小姐简直一无所知啊 把食物和小小姐放在一起 那就等于 把黄鼠狼丢进了鸡窝里 新厨娘 林萧萧在房间左等右等 都没有等来饕贴盛宴 她等不及了 装得跟个乖宝宝似的 找到了新厨娘 怎么还不把好吃的 往我房间搬 新厨娘搅着手指 小小姐 抱歉了 我不能把你扔进鸡窝里 林萧萧反应慢地挠挠脑脑袋 过了会儿才琢磨过味儿来 插着腰 扁着嘴 泪豆豆包在眼圈圈里 你什么意思 你是说我是黄鼠狼了 你肥来 给我说清楚 她抽抽搭搭的 小鼻子一吸一吸的 呼的 顿住步子 呼闪着大眼睛 开拍肉包豆包 你们的鼻子比我零 有没有闻到熟悉的味道 本小章还未完 请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第406章 林萧萧进厨房 等于黄鼠狼进了鸡卷 豆包肉包 一个呜一个汪汪 一人一虎一狗开始对话 是吧 是小黄的味道吧 她什么时候回来的 怎么不吱一声 好像就在附近 我们找找吧 一刻钟后 林萧萧站在厨房门口咆哮 我总算知道 什么是黄鼠狼进了鸡窝了 出差 哦不 被林萧萧派遣出去 做任务的黄鼠狼 此时此刻正在厨房 抱着一只大鸡腿 大块朵衣 她像是打秋风的 还穿着林总那身衣裳 衣裳都破了 棉鞋破了个洞洞 露出黄色毛毛的脚趾头 她脑袋刮上那顶刮皮帽 已经塌了 歪歪扭扭不成样子 她好像受伤了 拄了个拐杖 另一只手里握着个鸡腿 没等林萧萧发火呢 她先哭上了 你 你偏心 你就是这么养我的呀 你这是放养啊 果然 先来的后 后来的就是不一样 黄鼠狼坐地上登团 我 我为了让你养我 尽心尽力地给你办事 我差点死了呀 林萧萧 等等 她是谁 她在哪 她方才要说什么来着 怎么就剩下满满的愧疚了 怎么就被这只臭黄 牵着鼻子走了呢 林萧萧把这黄祸扶起来 让丫鬟给她洗洗澡 又找了身衣上 还给她受伤的地方上了药 坊间内 林萧萧问 说吧 出啥事了 谁伤你了 第407章 找到大房失踪的女儿了 面对林萧萧的三连问 黄鼠狼没有先回答她的问题 反倒是拿上了 嗓子干得痒痒 说不出话了 要喝牛乳茶润润 林萧萧抬抬下巴 细溜细溜喝完牛乳茶 又摸摸空空的肚子 在外头飘了好几天 没吃过一顿饱饭 想吃鸡了 还得是没成年的小公鸡 那才嫩啊 又伸伸瘸了的 长满黄毛毛的腿 我腿疼 要人垂垂 豆包肉包的敬佩 如果可以具象化 绝对会伸出大拇指头 勇士 很久没看到 这么勇的勇士了 我来 林萧萧蹦搭下来 翻了黄鼠狼的椅子 一手倒拎着黄鼠狼的双腿 把他倒堤溜了起来 一拍拍黄鼠狼的身子 称赞道 这上好的皮子百年不育呀 我正好缺一双黄皮围薄 可以包下来 让我娘亲给我做 二拍拍黄鼠狼的脑袋 称赞道 一摸脑壳 就知道还没成年 听说没成年的黄皮肉最嫩了 我要烤着吃 三拍拍黄鼠狼的腿腿 称赞道 这腿 这把话还没说完呢 黄鼠狼甩着尾巴 硬生生把自己甩成狗子 小祖宗 小主人 大女王 不要啊 我 我就是委屈嘛 你把我养得不好 我说没说过 你把事办好 我就养你 你办的是呢 林萧萧拍拍他的尾巴 又不动声色地吓唬他 信不信我给你拍墙上 抠都抠不下来 黄鼠狼呲挖乱叫 嗷嗷 我办了我办了 我 我找到苏家大房 就是你大舅母他们失踪的女儿了 但是这个女儿有点本伤 竟然嗷嗷咬我屁屁 我想把她带回来 我 打扮得像个人似的 我和她好说好 商量她不听 还用小圈圈打我 我就想着 那就 那就放个大臭屁 先把她迷晕 再把她拖走 谁知道 屁没放成 被她咬了一口 嗷嗷嗷疼死我了 林萧萧觉得奇怪 谁会没事去咬黄皮子屁股 把裤子脱了我丑丑 黄鼠狼 大乳 简直就是奇耻大乳 她学着人类咬了咬嘴唇 骚的说话都变掉了 我扩意给你看 但素 你看了我就要对我负责了 你要养我 林萧萧 养 养养养 她撑着额头 得了准化 黄鼠狼也不羞丧了 甚至非常痛快地脱光光 林萧萧边捏鼻子边道 跟你说昂 不许放屁 放了就不养了 嗯嗯 我是一直有道德的屁屁 不会随便屁屁的 林萧萧若包豆包 他们盯了会 得出结论 还挺奇怪的 这咬伤的伤口 不像是人咬的呀 像是老鼠咬的 不可能 就是人咬的 黄皮子跳脚 林萧萧摸着小下巴 啊这是有待研究 她觉得事情怪怪的 咬完黄皮子的大房女儿 就这么失踪了 你还有人王 追踪她 林萧萧道 她是个有诚信的人身经 当即让木匠活极好的大哥哥 行之打个黄鼠狼房间 黄鼠狼可满意了 哇 我的房子好漂亮 有窗户有门 还有地毯呢 还有木屑 可以在里面打滚 哦 还有衣柜呢 我可以把我的刮皮帽挂起来了 黄鼠狼在房间滚够了之后 特有礼貌地 跑到堂厅挨个屋的拜拜 见着孟老爷子喊外祖父 见着孟之威喊娘亲 着了个空把林萧萧叫了过来 语众心常说 萧萧善良 收养小动物是好事 但是吧 也不必让那只黄皮子 跟着你的称呼一起叫我们 妖兽啊 谁知道那种感觉啊 孟老爷子上街买点东西 没一会 黄皮子便穿着小袍子 戴着刮皮帽 帮孟老爷子提过东西 还抬头叫人 外祖父 我帮你 也就一个时辰的功夫 下晕了好几个殿小二掌柜的呀 除夕夜这天 本该乌云谐星满意的天空 变得格外清透 皇宫内 天师观过天象以后到 皇上 年前新旧年运交替之时 空中邪星邪悦格外多 如今已恢复平静 清元皇上满意地摸摸胡须 这多亏了安和公主啊 不然 这个年怕是过不好了 想到阴兵大厨 皇上内心欢喜 他大掌一挥 安和就喜欢没事 宫中和各朝送来的美食 也要拿上一份送到孟家 让安和吃个够 美食陆陆续续送到 领头的人还在抱着菜名 林萧萧激动地出门迎接 嗷嗷嗷 小心点 别打翻了 人类又在回屋的时候 小眼神瞥到 于孟萍正恨恨地看着自己呢 你看我也没用 我是不会给你吃的 听说你爱揍了 看来揍得很轻挖 不然怎会有力气瞪我呀 听着林萧萧气人的话 于孟萍才想反驳 苏家传来苏老太太愤怒的咆哮声 林萧萧是会气人的 她拍着小胸脯 啊 母老虎要打人了 吓死我了 于孟萍咬唇来到苏老太太房间 苏老太太没人伺候 当初她为了在苏家有人护着 便主动呈下了这事 可 苦不堪言啊 苏老太太让她倒水又按摩 斜眼看她 你是不是很不服气啊 我真没想到 你是个白眼狼啊 苏老太太狠狠用手指头戳她脑袋 我待你那么好 你竟把我丢到林园一天一夜没管我 要不是我自己醒来找回了家 我怕是自己死得透透的了 祖母 孟萍是 是害怕 我呸 少找借口 苏老太太又催了她一脸带味的唾沫星子 好伺候我吧 这是你欠我的 于孟萍眼底闪过恨意 除夕这夜 过了紫时 厨娘们便把发芝饺子端上来了 里面有铜板 糖果 花生 红枣 还有栗子等等 都代表好的寓意呀 厨娘笑眯眯的 大家都看看能吃出什么 啊 我吃出硬币了 我要发财了 我吃出红枣了 我吃出花生了 孟家人喜气洋洋的 又看向林萧萧 问 萧萧啊 你吃出什么了 第408章 孕兔不是怀孕 是怀傻 孟家人喜笑颜开地看着林萧萧 问 萧萧啊 你吃出了什么呀 林萧萧黑又圆的大眼睛 看着家人们小蝶里眼花缭乱的吉祥物 她瞥了一眼自己面前空空的碗 眼圈红红地立马用小手捂住 我 我不给你们糠 气鼓鼓地吼完 用袖子盖着碗 卷起来嗖嗖地跑开了 孟家人面面相去 我 方才好像看到萧萧的小蝶里 什么都没有 啊 你说我们瞎问什么 哎呦 这张见嘴呀 孟家人 起起跑到林萧萧房间门口 白菜早早地守在门口 见来人 下意识羞涩地退后了一步 又鼓起勇气 往前迈了一点点小碎步 嗯 就一点点 萧萧说 想自己静静 她不想见人 嗯 她睡了 对 她说她睡了 孟家人 行吧 不要勉强孩子 脚步生远了 林萧萧在房间里 两条腿直蹬 直踹 我 不稀罕要 没有意思 饺子里 干嘛放那些乱七八糟的 不好不好 她鼓着圆滚滚地塞帮子 窗户好似乎地被一阵风吹开 林萧萧眨眨眼的功夫 眼少年出现在她床榻前 你 你是怎么进来的 你来干什么 她怎么跟幽魂一样啊 该不会真的是幽魂吧 少年今儿个穿着青色袍子 肩上扛着麻袋 看起来怪沉的 她把麻袋放在地上 掏出纸笔 在上面写写画画 和你一起过年 你和我过 没人跟你过呀 林萧萧有点不太乐意 她心情不好呢 少年又写写写 想和你过 我背你回来的 这个小恩 林萧萧还真是没法拒绝 她点头同意的瞬间 少年压下眉飞色舞的小狗眼 她飞速从麻袋里掏出一口锅 盘子筷子碗碟子 哦 还有一个冰盒 把冰盒打开 里面是白胖胖的饺子 她把锅放在林萧萧房间里的火盆上 倒水开始煮饺子 眼下林萧萧看见饺子 便心情不快 我不喜欢吃饺子 你吃吧 又补了一句 你出去吃 我连味道都不想闻到 少年在写写写 我包的 包了两盒 你选 喜欢哪个煮哪个 少年简单的话说得林萧萧心动了 她随意指了二十多个 煮这些吧 饺子煮好 林萧萧气带又别扭地吃了一只 哎 她眼睛刷得亮了 把铜板吐出来 兴奋地嗷嗷叫 我知道了 接下来的半个时辰 就是林萧萧的报喜声 我吃到糖了 我吃到花生了 我吃到红枣了 我吃到 最后林萧萧总结 我没吃到家里饺子里的吉祥物 肯定是厨娘手气不好 还是得自己挑饺子 煮饺子哇 看我的手气多好 少年垂眸 开灵不知道 她次次能吃到吉祥物 是因为 她在每个饺子里 都包了吉祥物 小哑巴 你怎么没吃到吉祥物啊 林萧萧笑咪咪地问 颇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 少年写写写 因为我没有 你有福气 这马屁拍得非常到位 林萧萧的眼睛 都眉成月亮了 好心情地拍拍她的肩膀 以后 有事之声 少年郑重地点点头 她让林萧萧早点歇息 自己转身离开 她来到墙角 干呕了几声 把藏在塞帮子两侧 舌下的吉祥物 通通吐了出来 嗯 为了让开灵高兴 她也是拼了 喝水喝多 夜半出来 撒尿的孟兆峰 从茅房出来 便听到了墙角传来的呕呕声 孟兆峰瞪大眼睛 贴墙根听了一会 半晌 她露出深藏宫羽明的微笑 回了房间 次日清晨 林萧萧难得起来得早 丫鬟给她选了一身红彤彤 香白融融边边的小裙子 两个小丸子发际上 还绑着红色毛球球 上头拴着俩铃铛 走起路来 叮当直响 她奶声奶气 活力满满地 说着吉祥话要红包 孟家人虽纳闷 林萧萧的心情 为何忽然转好 但自然乐意见她这样 有送金银珠宝的 有送银票的 全都送到了林萧萧的心坎里 吃饭时 林萧萧 也可以说是所有孟家人 都发现了孟兆峰怪怪的 孟老爷自身为一家之主 自然有教子叫孙之泽 他敲了敲桌子 咳了一声 兆峰啊 你不好好吃你的饭 你总盯着你表嫂看什么 扶啸剑提到了她 也不由地看了过去 兆峰 你有话跟我说 还是有事找我 她和行之成亲后 格外关心孟家人 孟兆峰摇摇头 又点点头 眼睛在行之和扶啸之间扫动 最终又看向扶啸手里的酒杯 那个 表嫂啊 你身体不舒服 就不要喝酒了 闻言 行之的情绪最为激动 他上下打量扶啸 笑笑 你身体不好 哪里不舒服 怎的不跟我说 扶啸也蒙蒙的 我没有不舒服啊 孟兆峰一听这话 心想 看这样 表哥不知道啊 怎么感觉表嫂也是 不知道的样子 啊 他知道了 表嫂是习武之人 自然粗心大意一些 扶啸今年才嫁进孟家 这是他成为心腹的第一个新年 先举起酒杯 打算说些吉祥话 说了一通吉祥话 扶啸端起酒杯轻轻袖着 听闻这是外祖母 亲自酿的山茶酒 今日有幸 他才要一眼而尽 孟兆峰的手 比他更快了一步 抬手把酒杯打掉了 这行为 引起了孟家人的不悦 兆峰你干什么 没礼貌 你对你表嫂不满意 所以针对他 孟兆峰急吼吼地摆手 急吼吼地脱口而出 山楂配酒会 让表嫂肚子里的宝宝变眉的 此话一出 孟家人集体愣住 愣住以后 起刷刷的眸看向福孝 你有孕了 孝孝 我要当爹了 太好了 你怎么不告诉我 行之高兴得不得了 林萧萧叼着半揽压腿 满脸猛圈地看着福孝的肚子 就挺纳闷的 嫂嫂有宝宝了 他怎么感知不到 福孝这个当事人更猛 我没怀孕啊 孟兆峰更急了 表嫂 你就是马虎 你真怀了 我都听到你孕吐了 第409章 三舅舅游喜了 要当娘了 福孝更猛了 指着自己鼻子 用极困惑的眼神 看着孟兆峰 一字一句地问 我 孕吐 他一愣一愣地 什么说的事 我孕吐我怎么不知道 孟兆峰悠悠地看着他 昨个夜里 我出来撒尿 听见你在墙角 在呕呕的 福孝和行之 两脸猛猛地互相对视 行之福 昨个夜里 笑笑一直在我身边 我是习武之人 他若是有起床离开的行为 我必会感觉到的 福孝也问 你是我同我打招呼了 还是确确实实地 看清楚了我的脸 孟兆峰悠了一声 这 大半夜的男女兽兽不亲 嫂子和小叔子 哪能胡乱半夜打招呼 福孝不由的俯额 所以 你在不确定是我的情况下 为何确定是我在孕土 一说这 孟兆峰可就精神了 只有的自己逻辑感超强 甚至还掰着手指头 同家里人掰迟 你们用笨法寻思寻思啊 咱该能怀孕得有几个 瞥了一眼 孟老爷子孟老夫人 祖父祖母一只脚都踏进棺材的岁数了 保准生不出孩子了 又暗戳戳地瞥了一眼孟之威 孤 姑母虽然还能生 但天天过得跟泥孤似的 也没个男的 也没想再想好 指定不是她孕土啊 看向福孝 几倍都挺得直溜了 表哥表嫂才成亲 正是新婚一耳之际 俩人想生娃娃 才是最正常的 她又自信地昂了昂头 由此可见 孕吐的是表嫂 可见你个大头鬼 行之空欢喜一场 敲了孟兆峰一记暴栗子 孟兆峰委屈巴巴 可是 我真的听到孕吐 寻思了一会 孟兆峰神色惊恐 窜到林萧萧身后 抓住她的胳膊 神经兮兮的 探头左右看着 我知道是谁孕吐了 都不用林萧萧问 她小小声的 是女鬼 萧萧啊 妹啊 你快管管啊 家里有鬼啊 鬼鬼鬼鬼 鬼你的大头鬼 林萧萧又赏她一记糖炒栗子 这时 空中传来呕的一声 孟兆峰直接跳了起来 孟兆峰的尖叫一声 火速掀起林萧萧的斗篷 要往里钻 被林萧萧一直又踹了出去 孟兆峰只好抱住豆包 嗷嗷 都听到了没 有女鬼在运途啊 该 该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听到了吧 孟家人斜了她一眼 从巷子传出来的 他们骑骑走出去 一眼看到苏家的苏周西单手 抵着孟家门口的梅花树 正干呕呢 苏周西看到眼前一双双脚 强忍着男兽抬起头 啊 这是孟家啊 抱歉抱歉 一是眼花没看清楚 又揉揉眼 使劲瞅瞅地上 松了口气 幸好幸好没吐出来 苏周西转身要回家 林萧萧稚气的声音响起 你这几天去哪了 发生什么事了 还是吃什么特别的东西了 被林萧萧关切 哪能不认真回答 我 除了上朝就是回家 要么就是去办案子 吃的是家里饭 没乱吃东西 苏周西就是办各种案子的 别看大过年的这大家伙都凶目了 但像苏周西这种愈暗思的人 越是到休暮的日子越忙 休暮时候 小偷小摸小贼的都想干点啥 哦 苏周西说着说着又干呕上了 眼泪都呕出来了 他摆摆手 不 不行了 我得回去喝点酸梅 汤呀一呀 孟兆峰听了这话 滔滔耳朵嘟囔着 酸梅汤 不知道的 还以为有喜了 林萧萧看向孟兆峰 嗯嗯 恭喜你答对了 大家沉默了 这话什么意思 一双双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林萧萧 林萧萧指了指苏周西的肚肚 又轮圆了手臂 在空中画了的大大的圆 他 有喜了 肚子里有一个宝宝 林萧萧歪歪扎着小啾啾的小脑袋 似在琢磨怎么措辞 犹豫了一会 试探性的 恭喜你当娘亲了 孟家人是惊恶又想笑啊 谁 谁当娘亲了 谁又喜了 巷子直通两家 说话声还是很清楚的 这会儿 苏周西的夫人冲了出来 长眸员瞪 就那么瞪着林萧萧 安和公主 你就算是公主 就算身份再尊贵 也不该胡说八道啊 高凡今日瘦得厉害 他内好很凶 整日把心思放在儿子女儿夫君身上 天天一身一鬼的 脸上就剩下一双骷髅般的眼睛了 他是男子 男子怎能有孕 你害了那么多人 现在又想害我夫君的名誉吗 我知道因为我没有顺着你 所以你对我怀恨在心 但是你做人不能太过分啊 一长串的话 说得林萧萧满脑子萌萌的 古人云 遇到颠簸时 要捧着他 顺着他 林萧萧才不稀罕多管闲事呢 苏周西肚子里的小宝宝 又不是他的 他小鸡啄米地点点头 嗯嗯 我说错了 我看错了 没有喜 他扬起小脑袋 咱们回家吧 老祖宗说过的 初一不与人争吵 这样会坏了一年的运气 我们赶紧走 林萧萧带头回了孟家 苏周西看着紧闭的孟家大门 又眼皮狂跳不止 冷冷地看着高凡 谁让你童安和公主胡说八道的 高凡的委屈蹭得上来了 你 你在说我 我为了你出头 你居然说我 你这不是给我出头 你这是给我得罪人 苏周西捏着眉心 以后不要捣乱 你说我捣乱 你嫌弃我 我看你是不想跟我过了 想休了我 高凡像个长臭的裹脚步追了上去 你看不上我了是吧 你是不外边有人了 你给我说清楚 不说清楚 我跟你没完 接着便是大初一早上的哭号声 初一元日拜年祭祖 初二回娘家 初三老鼠娶亲早早休息 初四阳日迎接阎王爷 初五破五吃饺子放鞭炮 就在初五 破五这日 林萧萧才吃掉一颗滚圆的饺子 想回去补个回龙教 转头便听到对面的苏家 响起了阵阵尖叫声 他吓得小肩膀一抖 苏家在杀年猪 有点晚了吧 第四百一十章 超大声秘密 我爹要生宝宝了 杀年猪 都是年三十之前杀呀 咋这时候杀 林萧萧嘀咕咕着 门口窜进来一个小旋风般的身影 是苏元 苏元穿着黄灯灯的小裙子 脑袋上扎着橘子发式 就像一颗成精的大橙子 让人想到了吉祥的世事如意 他巴哒巴哒 奔到林萧萧跟前 小手抓着他的小手 左右看看 我要跟你说个秘密 他神秘兮兮地 趴在林萧萧耳朵上 嗯 嗓门不像是说秘密的嗓门 我爹爹有身孕了 我爹要生宝宝了 我要当姐姐了 林萧萧 嗯 虽然他早就知道了 但怎么忽然 在苏家传开了 正大闷呢 一群人涌进了梦家 定睛看去 都是苏家人 他们乌泱泱地 都快把院子盛满了 苏老爷子神色复杂 那是又羞又骚 还忍不住地担心 他在后面 一步一去地跟着 撑着脖子 哎哎 还不小心扶着点老三 可被动了胎气呀 爹爹 快坐 别伤着肚里的小弟弟 小妹妹 苏元很贴心 还给爹爹屁股下 垫了个软垫子 孟家人面面相去 虽说这是挺尴尬的 但 都是亲戚理道的 总不能半点不关心是吧 哈 那个 这么快就确认了 孟家人问 苏老爷子捂了捂脸 确认了 好几个月了都 寻了好几个郎中 好出的都是喜脉 哎呦喂 他没脸啊 骚得晃啊 他半拉腿都要进棺材了 儿子又洗了 在一边发颠的是高凡 他到现在都无法接受现实 人一旦接受不了现实 便会把情绪撒在别人身上 瘦削如骷髅的脸 朝林潇潇转去 都是你这个乌鸦嘴 如果不是你胡说八道 咒了我夫君 我夫君怎会 怎会得这奇奇怪怪的病 所有人看向蛮不讲理的高凡 林潇潇原本喜气洋洋的小脸 瞬间垮了下来 才要发脾气 让他知道知道 谁是大小王 只见一抹黄色的影子 修得飞了上来 飞过来的黄影 还大嗓门地吼了一嗓子 都捂住鼻子 小黄晃 黄鼠狼的话 太有穿透力了 大家伙下意识捂住鼻子 只觉眼前四飘了一层 光色的烟雾 烟雾过后 便是浓浓的臭味 黄皮子放屁的臭味 怎么形容呢 就有些像捂烂了许久的臭鸡蛋 加上臭鱼 再加上老爷们没洗脚 没洗割之窝的臭味 都能把人熏得栽一根头 事实上 还真的把高凡给熏晕了 咣当倒在了地上 林萧萧觉得 这位辣的眼睛疼 她一手捏着鼻子 一手从破兜兜里 掏出轻酌服 刷刷刷地朝空中一摆 没一会 味道便散去了 林萧萧还散了些 很清新的梅花味道 黄鼠狼嫌弃的高凡 拖到了一边 又甩着黄色的 毛茸茸的大尾巴 走到林萧萧面前 她摇头晃脑的妖功 怎么样 我帮你出气了 你解不解气 林萧萧沉吟了一下下 解气是挺解气的 就是你这法子 她扎了扎嘴 有点伤低一千 自损八百啊 我们稍微露出 那么一丁点指头缝 就都被你撂倒了 黄鼠狼挠挠头 寻思 屁放大劲了 正反应嘛 她的大毛尾巴 被人戳了戳 抬头看去 是苏家的小姑娘 应该是叫苏元 苏元头发软软的贴在头上 正大好奇又崇拜的杏仁 眼看着她 黄鼠狼知道她是高凡的女儿 贬着嘴 你什么事 小姑娘兴奋到 你可以教教我 你 你是怎么放出大臭屁的吗 你平时都吃什么呀 黄鼠狼 讲真 活了上百年 还是第一次有人想她 请教这个问题呢 她正想着如何回答呢 苏元被林萧萧一把拽到了后面 你学放臭屁干什么 你怎么不好好学习 小姑娘戳了戳手指头 瞥了林萧萧一眼 反抗的 小小声的嘀咕 你也没好好学习 林萧萧 忽然想好好学习了 是怎么回事 够了 苏周西挺着大肚子 发出一声闷闷的咆哮 你们一个个的 一个要学放臭屁 一个要学习 能不能先学学 怎么救我呀 余孟萍想趁着这机会 刷好感 可怜唧唧 眼含泪花地看向林萧萧 安和公主行行好 不要跟三婶神一般见识 救救三叔吧 苏烈拽拽余孟萍 你求什么 三婶不是说了吗 是她咒的三叔 她咒的人 她就人是理所应当的 尾字才落 苏烈便挨了自家祖父 和老爹的大巴掌 狗东西 在胡乱说话 打烂你的脸 苏烈捂着脸 还挺不服气的呢 林萧萧抱着胳膊 都觉得是我搞的鬼 如果不是呢 随你 苏烈恨恨的 林萧萧摸着下巴琢磨着 那你就把你所有的财产 钱财 反正是 只要是最值钱的东西 通通给我 她这么做是有原因的 目前 她已经知道了 余孟萍身体里有一个名叫保护神的系统了 也大概猜到了 余孟萍是通过收集人的气韵意念好感等 来提升自己的能力 苏烈是余孟萍忠诚的狗腿子 如果他们之间有了矛盾 余孟萍少了一个能汲取能量的人 他的能力就会大打折扣 也许能抓住他的漏洞 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漏洞不就是钱吗 没了钱 谁还愿意搭理谁啊 苏烈要面子 咬牙想了想 行 但如果你是罪魁祸首 你们孟家就从清源离开 永远不许出现在我们面前 行 林萧萧答应的痛快 为避免彼此赖账什么的 还特意签了个书信呢 破午这天 孟家苏家两家围坐在桌前 林萧萧的手搭在苏州西的脉搏上 用摸了摸她的肚子 接着把手凑到鼻子上闻了闻 嗯 猜对了 你最近或者前段时间 是不是跟蛇接触了呀 听后 苏州西猛地抬头 她连连点头 对 你是怎么知道的 林萧萧用手指头画了一张显现符 贴在了苏州西的肚子上 那 你们看吧 有文化的都能看出来 孟家苏家人的脑袋 眼珠子齐刷刷地 粘在了苏州西的肚子上 第411章 爹爹 我会伺候你月子的 孟家苏家的脑瓜子 眼珠子齐刷刷地 朝苏州西的肚皮看去 有福禄 她肚皮里的东西显现了出来 那是一颗大大的蛋 大大的 椭圆形的蛋 都占据了她身体很大的地方 都把她的五脏六腑挤上去了 而蛋里的东西也显现了出来 蛋里盘踞 交错着七八条小蛇 孟家苏家吓得尖叫一声 牛脸转头的 这一激动 脸碰脸 头碰头的 都四仰八叉地摔在了地上 这之中 当属苏老爷子最崩溃 他不顾形象地 坐在地上拍着大腿 我的老天爷老天奶呀 这儿子有孕了我认了 大不了多大孙子 但 一想到以后 有一群蛇叫我祖父 我 林霄霄眼瞅着他要抽抽过去了 忙用灵气让他撑住 忽闪着大眼睛宽慰着 嗯 但宽慰地点同苏老爷子犯愁的点 那叫一个驴唇不对马嘴啊 你别愁挺啊 我方才数了数 你三儿子怀了七条小蛇蛇 你可以学葫芦娃里的爷爷瓦 到饭点了就招招手 葫芦娃们 回来吃饭了 云里雾里的话 让苏老爷子更心机梗塞了 神他娘葫芦娃呀 偏生苏生苏元还来捣乱 围着苏周西的肚子 瞧了稀罕 苏生瞥了一眼又一眼 忍不住发出委屈的提问 爹爹 我的弟弟妹妹们 是很酷很酷的蛇 为什么我不是 当初为什么是娘亲怀我 不是爹爹怀我 如果是爹爹怀我 我是不是也会变成一条酷酷的蛇 苏周西摁住太阳穴 脑袋疼 儿子攻击完 女儿攻击 苏元蹲在苏周西跟前 温柔又小心地摸着苏周西大大的 像西瓜般的肚子 爹爹 不要哭 不要愁 你好好生下蛇弟弟蛇妹妹们 我会伺候爹爹坐月子的 又拍拍小胸脯 虽然以后咱们家要多七张嘴嘴吃饭饭了 但是我长大了 我会赚钱养蛇弟弟蛇妹妹的 苏周西捂着心口 谢谢你的董事啊 苏元扬起大大的笑容 不客气 苏周西不想听一双儿女说话 只想听林霄霄说话 她挺着大肚子 扶着脆弱的老妖端茶倒水的 吸溜一口茶讲了出来 朝廷让我瞒着 说是怕引起恐慌 我要是再瞒我 就死了我 年前的那个月 万山镇万树镇的村民集体来报案 说是村里出现一条大蛇 这条蛇天天来偷东西 还捣乱 翻箱捣柜的 还弄伤了村民们 让我们前去处理 为保护村民们的安全 我便带人连夜去了村里 这条大蛇刚刚搜刮了一些东西 逃之夭夭 我寻着地上蛇爬行过的痕迹 找到了一个山洞 我在洞里看见了村民们的家具 对入枕头 鸡蛋还有红糖什么的 还在床中间 看到了一个用撕开的枕头 做个蛇窝 这时候 大蛇回来了 我看这大蛇很有灵性 我尝试着跟它沟通 让它消停一些 不要去村民家捣乱了 可我没想到的是 这条大蛇竟然会说话 林萧萧听到这儿坐直了身子 依它的经验来看 事情的关键点就在这儿了 它问我 能不能帮它照顾它的孩子 如果能 就会让那些村民们平静地生活 你答应了 林萧萧问完 也觉得自己问的是废话 要是没答应 哪有它们后来的故事 苏州西还不以为然呢 是啊 答应了 不就是照顾小蛇吗 这有什么难的 我平时最爱看的 就是动物百科全书了 林萧萧眨眨眼 故意问 你不会还有一本 母猪的产后护理吧 对 我有 你怎么知道 林萧萧 苏州西继续道 我答应了那条大蛇之后 大蛇就让我走了 我回去后过了三两天 村民们都过来感谢我 说大蛇再也没有打扰过它们 我还在家 等着大蛇把小蛇 给我送来照顾呢 可一直没看见蛇影 后来临近过年太忙了 我也就把这事给忘了 林萧萧看着它的肚子 那条蛇的确把小蛇送来 让你照顾了 只是送到了你的肚子里 苏州西 林萧萧 你答应了蛇的话 就等于是和它契约了 等等 不是 容苏州西想抱一句粗口 特娘的 这蛇不是好蛇 竟然和我玩语言陷阱 她要是说清楚了 我肯定不能答应啊 林萧萧小声嘀咕 要的就是说不清楚 安和 萧萧 我的大侄女呀 苏州西顾不得形象的鼻涕 一把泪一把 我不想生蛇 才说不想二字 苏州西忽然腹痛男人 肝偶不止 似是腹中蛇们在同他对抗 你不要表现出 不要他们的心思 不然他们会去腹 哦不 去母留自己 林萧萧道 好好好 我要 祖宗们啊 求放过 小蛇们果然消停了许多 林萧萧看看天 等黄昏的时候再出去 那时候大蛇就睡醒了 睡 苏州西挺无语的 还能睡得着 又嘟囔着 也是 有人给他怀崽子 生崽子 当然睡得着 夕阳西下 那黄灯灯的日头 跟蛋黄似的 孟家苏家 分别派出了几个代表 前往村子去了 孟家代表是 林萧萧 孟兆峰 白菜黄皮子和肉包 毕竟兽和兽之间更好沟通 苏家代表是 苏老爷子 苏家大房 还有和林萧萧打赌的 苏烈于孟婷他们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进了村 苏州西熟门熟路的带路 对对 就是这 再往前走 到那棵歪薄树左转 林萧萧笑嘻嘻的 不会怀了大蛇的仔仔 熟得跟回自己家一样 苏州西 大蛇并不在山洞 似乎藏起来了 林萧萧给肉包他们使了个颜色 同类叫人 肉包使出寿王之力 嗷嗷嗷喊了半天都没用 白仙黄仙又用铜仙泪气息召唤 最后回应他们的是一片风声 林萧萧俯额 一个个的呀 玩的玩意儿 饭吃的比谁都多 干活比谁都闹 看我的 第412章 你脚后跟老姐得多后啊 林萧萧一路袖子 往手上呼呼吹了两口气 嗯 颇有种气吞山河的气势 都靠边去 康我的 孟家苏家人齐刷刷朝后退去 林萧萧把苏州吸拎了过来 你 你是当时蛇的蛇娘亲 你往后面躲什么呀 她从兜兜里掏出了个喇叭 喇叭还是明晰给她做的 主打一个震慑 她在喇叭上贴了个千里传音符 一手举喇叭 一手插腰 对着喇叭吼着 山里头的大蛇 你给我听着 你有人质 哦不蛇质 在我手里 你最好乖乖出来 不然我要动手了 嘎 回应她的是尴尬的吹风声 这可把林萧萧气完完的了 敢这么无视我的人真是不多见了 好好好 是时候拿出我的杀手锏了 林萧萧怒气十足地 从破兜兜里掏出一把匕首 使劲薅薅着苏州西的胳膊 用匕首对准她的肚子 死蛇 臭蛇 我数三个数 你要是不出来 我就划开她的肚子 把你的宅子掏出来 林萧萧奶胸奶胸的 刺着牙一点都不像开玩笑的模样 于孟萍尖叫 啊 安和公主 你好残忍啊 不要伤害我三叔 苏烈也拧着眉头 她本就是伟大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竟拿三叔和蛇的性命威胁别人 刺拉一声 苏州西的衣裳料子被狠狠地划开了 划开的瞬间 便听到了地面泥土被刷刷刷狂扫的声音 蛇身上的砖鼠腥臭气息席卷而来 这条蛇长得巨大 蛇身有三棵歪薄树那么粗 通体呈黑金色 还布着圈圈绕绕的花纹 她的眼睛是金色的 还包着一圈黑色的眼线 看起来威武又帅气 且已是蛇仙 她出场霸气 吓得孟苏两家纷纷后退 小小的人类小宅子竟敢威胁恐吓我 看我今日用尾巴把你绞成好几段 尾巴才甩出去 巴基落在地上 一股威武 无法抗拒的气压之力 狠狠地压制着她 忽然 蛇身一沉 林潇潇不知何时跳到了她的后背上 还跟骑马似的用两条腿夹着一晃一晃的 你个臭蛇 玩文字游戏是吧 你有本事忽悠我呀 赶紧把你宅子们给我弄出来 不然 林潇潇带有威胁意味地哼哼着 大蛇疯狂地摇晃着 敌死不从 你不然什么 你挖开她的肚子 她也活不了 嘿嘿 谁说我只能挖开她的肚子 才能把你的臭宅子们弄出来的 林潇潇笑得像一只小恶魔 我还有一种法子 给她喝下一碗堕胎药 吸吸 把你的宅宅们打掉 林潇潇说着 掏出一颗药丸 正好 我还随身携带了一颗呢 大蛇 她满脑袋问号啊 你个牙还没长齐的小毛孩子 你没事带着玩意儿干啥呀 我呢 喜欢和和气气的 所以过来跟你商量 这叫做先礼后兵 啊对 就是这个词 你要是不识趣 大蛇怂了 怕她只是小小的一方面 主要是 这会是真特娘的虎啊 她是真能干出来 打到她蛇宝宝的事 好好好 我们好好商量 你先下去 大蛇道 林潇潇跳了下来 一笔画手势 让大蛇乖乖盘了下来 大蛇眯起那双危险的 带毒的眼睛 定定地看着苏州西 这眼神 直接给她看毛了 她张口说话 信子一吐一吐的 夫人 你当真是无情啊 前脚答应和我秦色和名 一同抚育蛇宝 后脚便叫你们的同类 伤害我和蛇宝 夫人 你的良心 不痛的夫人 苏州西被这一声声 夫人叫得毛骨悚然的 她直搓胳膊 你别这么叫我 我是男子 和你一样 熊的 是你跟我玩蚊子陷阱 引诱我给你带孩子的 大蛇气得直撕撕撕的 若不是你先踩碎了我的蛇蛋 害得我蛇宝奄掩一息 我怎会把蛇魂放入你 这个凡人身体里 你踩裂了蛇蛋 和我蛇族结了因果 这因果不该你来还吗 林潇潇恍然 恍然的同时 还有一丝丝愧疚 啊 你怎么不早说 苏州西茫然 无措 我 我踩到了蛇蛋 我 估计是我脚上老箭太厚了 感觉不出来 林潇潇 她望天 轻壳一声 都是误会误会 我做个中间人 讲和讲和 大蛇 我帮你把蛇蛋蛋平安出生 你和她解除契约 林潇潇道 你打算把我的蛇蛋 放在哪里孵化 大蛇问 林潇潇刚要说自己的想法 瞄到余孟平苏裂 吸的一笑 朝他们一指 我看他们挺合适的 那女的肚子里放四条蛇 那男的肚子里放三条蛇 林潇潇说完 余孟平苏裂下的脸都白了 啊 不要 我不要生蛇 林潇潇你 怎么那么恶毒 那么小心眼 林潇潇颇为赞同的点头 对啊 我就是小心眼 就是恶毒啊 你们方才不是很善良很圣母吗 好啊 你们来孕育小生命 我会给你们做锦旗的 余孟平最先服软 软软的贪跪在地上 安和公主我错了 我方才 她开始扇自己巴掌了 胡说八道 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 苏裂紧紧攥着拳头 不情不愿地说了声 我错了 林潇潇喝了一声 说了句孬肿 她没功夫和这俩孬肿纠缠 看向大蛇 从破兜兜里 掏出来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等会啊 我给你支一杠 大蛇看着她拿出了团成巴巴戒子的东西 嫌弃道 人类又在 你可别糊弄我 不然我怕是牺牲了这满身的修为 我也会和你撕破脸 拼了命的 林潇潇摆摆手 显她墨迹 拖着一堆破烂 跑到不远处安静的地方 肉蹲蹲的身子背对着她们 谁都不知道她在捣咕什么 一堆人 一堆兽类 分成两波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尴尬 性子活泼跳脱的黄鼠狼坐不住了 用胳膊肘碰了碰白菜 被小刺猬 你要不要 她朝楚城盘乡的大蛇弩弩嘴 第413章 雄大当婚 雌大当家 性子跳脱的黄鼠狼朝那次把自己盘成 一坨盘乡的大蛇弩弩嘴 又用胳膊肘碰了碰 拘紧坐在一边 跟个小媳妇似的白菜 哎 要这么说 咱都是同道中人 不是 同道中仙啊 过去唠唠 白菜瞥了眼盘乡 大蛇 弱弱的缩了缩脖子 还 还是别了吧 她看起来很凶 体型那么大 嗯 他们刺猬可是很实实物的 懂得规避危险 不乱凑热闹 嗯 不像黄鼠狼子 哪有危险 哪有热闹 往哪钻 黄鼠狼嘖嘖两声 用上了激将法 看你这小胆 简直给我们五仙丢脸 本以为白菜能迅速跟他起身 证明自己没有丢脸 谁曾想 这货 挪了挪屁股 拳起胳膊 抱紧了自己的腿腿 瞥他一眼 你 你不用扑我 你扑我 我也不去 黄鼠狼 他甩了甩黄澄澄的大毛尾巴 又竖起一根大拇指 好 你很好 你不去 我去 黄鼠狼特别自来熟的 坐到了大蛇身边 你叫什么呀 黄鼠狼特别友好的 来了个自我介绍 我是五仙里的黄大仙 这几日才被我小主人养在家里 小主人还对我取了个 特别好听的名字呢 叫黄花菜 和 他开朗地用手肘碰了碰 滑溜溜的大蛇 又朝白菜拢拢嘴 他 那白仙一个字排背的 他是白菜 我是黄花菜 我们都是菜字背的 大蛇只觉得 他啰嗦又愚蠢 很有距离感地看着黄鼠狼 你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黄鼠狼 咳 他咳了声 那啥 我倒是能放屁 就怕你承受不住啊 大蛇似也想到了 黄鼠狼臭屁远扬的名声 他沉默了 黄鼠狼 黄花菜又搭话 我看你都成柳仙了 怎么不寻个小主人呢 白菜听到这儿 老实乖顺 且不爱凑热闹的他 朝他们那边挪了挪屁股 黄鼠狼这话 似是触动了大蛇 大蛇的眸变成一条竖线 因为人类不值得我信任 不值得我上身 哦 那你就把你宰宰 塞进人类的肚子里 你这个蛇爹挺自私啊 黄花菜毫不客气地对了回去 大蛇斜眼瞅他 哦 我不说 你说 我本看中了一个人类 我跟着他 观察了他许久 就在我下定决心 入他梦境的时候 我发现他养了一条母蛇 而且凌虐 禁锢 规训那条母蛇 那蛇不吃不喝 已经抑郁了 已经失去了对生的希望 我厌恶那个人类 我就出了那条母蛇 给了那人类惩罚 黄花菜听得津津有味的 然后呢 然后呢 白菜又挪了挪屁股 往他们跟前凑了凑 然后 我给那条母蛇疗伤 哎嘻嘻嘻 是不是聊着聊着就 黄花菜伸出两根毛手指 互相对着 做亲亲的动作 大蛇难得羞涩 那又如何 雄大当婚 雌大当嫁的 我们情投意合 我的伴侣怀了蛇蛋 可他的身子不好 生下蛇蛋 还未等孵化呢 便离我们而去了 黄花菜撇撇嘴 小声嘀咕着 还是一条老封建蛇呢 我咋就不信 你不知道 他怀蛇蛋 会让身体变差呢 归根结底 就是接受不了丁克呗 大蛇 娘的 好想把这货给插出去 白菜赞同地点点头 黄鼠狼一抬头 对上白菜拘紧的黑豆眼 嗷呜了一声 你啥时候过来的 你不是不愿意过来吗 白菜不知怎么说 跌了低头 黄鼠狼多惊啊 恍然大悟地嗷了一声 你对激将法没兴趣 但你对八卦有兴趣呀 被戳中心思的白菜 那张脸更红了 大蛇看看左右这俩货 忍不住出声讽刺 你们好歹一个是白仙 一个是黄仙 为何跟着一个不起眼的人类 又在吃软饭 他不屑地喝了一声 还不如跟着我 我们称霸一方 白菜黄花菜俩对视一眼 黄花菜拍拍他 蛇兄弟 你见识还是太短了 白菜点头 黄花菜又拍拍他 你连蛇蛋都护不住 你还想称霸一方呢 白菜又点头 黄花菜站起来 跟个人似的 看向林萧萧的位置 对着大蛇摇头叹息 年少不知软饭香啊 好了 不远处 林萧萧欢呼了一声 他一支声 白菜黄花菜俩获修地 冲了过去 马屁开拍 哇 你做的什么呀 这么漂亮 灵气好浓郁 我们也想要嗷嗷 小主人最厉害了 大蛇听着这酸的溜的马屁 不屑地嘀咕 他那红配绿赛狗屁的审美 能有漂亮 他个凡夫俗子 做出来的东西 能有多少灵气 等等 忽然嗅到了许多灵气 再等等 眼睛被闪瞎了 举在他眼前的是一个 五彩羽毛包裹着的蛋壳 那灵气浓郁的 直冲天灵盖 大蛇看见这东西 激动的性子都只打结 这这这是凤凰的羽毛 和凤凰蛋壳 这可是真品啊 你从哪弄来的 很难弄吗 林萧萧纳闷 在心里嘀咕着 当年我给凤凰接生 凤凰把蛋壳和羽毛 送我我一些 我就顺手放起来了呀 瞎激动什么 听到林萧萧心声的众人 嗯 没想到他还当过接生婆呢 林萧萧晃了晃手里的 凤凰羽毛蛋壳 考虑考虑吧 你是要人类的肚子夫仔仔 还是要凤凰羽毛蛋夫仔仔 这还用考虑吗 大蛇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用自己的灵力 把苏州西服中的蛇蛋蛋魂 引到了凤凰羽毛蛋里 果然 蛇蛋肉眼可见的带了一圈 变得又光滑又有灵气 林萧萧拍拍小手晃晃脖子 白菜黄花菜立刻上去给他按摩 我的任务完成了 你们的契约也解了 林萧萧意味深长的 你自个儿当奶爹也不容易 好好带孩子 走走走 回家 我要饿死了 林萧萧大步昂扬地往前走 走到苏烈跟前时 故意停下了步子 笑眯眯地看着他 你别忘了准备好你的钱钱啊 大蛇往前追了几步 若有所思 第414章 欠债不还 小命玩玩 大蛇往前追了几步 若有所思的喃喃自语 年少不知软饭香 那我要是现在知道了呢 还敢套吗 大蛇竖起同仁 似是做了某种决定 星号 林萧萧在要债方面毫不客气 且不拖泥带水 和学习的态度 简直是天差地别 他给苏烈的三日期限已经到了 他一大早便在苏家门口敲锣打鼓 还钱还钱 欠债不还 小命玩玩 苏烈被吵得脑子嗡嗡响 胡伦吞早地穿好了衣裳 把早已打包好的金银财宝和家财 踢了出来 他浑身的怨气 可浓可浓了 气得胸口一鼓一鼓的 给 给给给 我看你能怎么花 林萧萧用哨子一吹 豆包肉包叼着箱子上的绳子 嘿 麻溜利索地叼回了苏家 至于我怎么花 就跟你没关系啦 因为我再怎么花 也轮不到你花 林萧萧咧起气死人的笑 手指还扒在眼眶下 故意做鬼脸气他 苏烈捂着胸口 林萧萧 你别得意你 你这么猖狂 你早晚栽跟头你 林萧萧回到家中 同黄鼠狼 黄花菜道 再有半个时辰 苏元表哥哥就该下雪了 你叫他过来一趟 就说 我请他吃好吃的 黄鼠狼把毛尾巴拍得啪啪作响 好嘞 保证完成任务 他瞅了一眼低漏 嘀咕着 还早着呢 能搂一脚 半个时辰后 林萧萧隔着窗子 便听到了一阵阵打呼噜声 他跑出来 把窝窝门一开 都给他气笑了 抱着手臂 薅着黄花菜的尾巴往外拽 你个懒蛋 不是让你去巷子门口堵人 把人带回来 你竟然偷偷睡大觉 黄花菜窝哟窝哟的 一把夺过尾巴 拿出小木书 仔细地梳着自己的尾巴 你 你有话好好说吗 我这尾巴是昨个刚打理过的 都给我弄乱了 那个 苏远那边 他正琢磨 怎么偷奸耍滑地糊弄过去呢 门枝压开了 苏远浅笑地站在门口 萧萧 谁惹你了 黄花菜在心里大喝一声 真是天助我也 黄鼠狼直吵苏远识眼色 你快和他说 我方才是不是去巷子口叫你了 你说一回就来 办完了事 我才安心回来睡觉的 苏远眉眼含笑 我不能和萧萧说谎 是那日 那条大蛇告诉我 让我半个时辰后来的 黄鼠狼的尾巴瞬间炸开了 什么玩意 那条蛇 那蛇不是说 不屑合我们为伍 也不想吃软饭吗 那他这是在干什么 满嘴的人意道德 满肚子的虚假谎言 黄鼠狼骂骂咧咧 逮谁跟谁说大蛇的坏话 林萧萧和苏远在房间 他把一箱子进珠宝和家产房契 踢到苏远跟前 你拿走 我不要 随你怎么处理 但是不能还给苏远 为何还回来 苏远问 哦 我嫌他的东西埋态 林萧萧打个哈欠 同时在心里嘀咕着 我现在是缺银子 那也不是谁的银子都瞎要的 这样的苏远的银子 就因果了 苏远听着他嘟囔的心声 心吓一动 今日正好同你说一件事 学员正在特照夫子 不限年纪 不限身高 不限祖籍 只要有能力就行 而且他们包吃包住 吃的是极好 住的也极好 且月银很高 每个月一百两 若是做了重大的任务 还会额外加奖赢 苏远说着 就看林萧萧的眼睛 直冒绿光 她搓着小手 苏远不紧不慢地 品了口茶 不知萧萧有没有兴趣 若是没有 她做出起身的动作 按耐不住的林萧萧羞的 从椅子上跳起来 把小爪爪举得高高的 有 有有有 我有兴趣 我可有兴趣了 苏远微微一笑 又故作为难道 可是签一个书面协议的 若是违反了条约 可是要赔钱的 而且是我方才所说的月银的五倍 苏远伸出一只手 违反条约 什么条约 几个 林萧萧问 她不怕条约 只怕条约数量多 一个 条约是要学习学院的东西 苏远伸出一根手指 道 学院的东西 她学院的东西不就是 捉鬼算命什么的 那太简单了 还用学啊 林萧萧一甩小啾啾 没问题 苏远把协议拿出来 林萧萧连看都不看 当然了 也有看不懂的成分在 咬了咬笔尖 小手一挥 歪歪扭扭地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而且还印上了自己的指纹 她亮晶晶地看着苏远 什么时候可以拿月银 说完发现太直白了 连忙改口 啊 我绝不是想拿月银啊 我是热爱干活 想当夫子 等年后开学 如何 我会来通知你的 苏远道 俩人又说了会话 苏远这才离开 走到门口 她又把签好的协议塞了塞 扬起一抹深藏功与名的笑 这宝贝可别丢了呀 当天夜里 林萧萧兴奋地睡不着 躺在床上直打滚 嘻嘻 我要当夫子了 哼 我要给大硕的夫子 去一封信 告诉她这个消息 以后啊 我也能和她平起平坐了 心里藏不住事 说干就干 林萧萧坐在桌前 仪式感还挺强呢 摆艳态 笔纸摆得整整齐齐的 拿起笔 脑子蒙住了 笔纸怎么写来着 怎么一上来就提笔汪字了 她气坏了 放下笔 抱着小胳膊 小人书里有不少字 我去看看小人书吧 看完了就会了 林萧萧转身趴床上去了 翘起两条腿 一晃一晃得 美得不得了 忽然 眼前的光变得明亮了 小哑巴 你怎么来了 林萧萧看着捧着 超大一颗夜明珠的少年 又疑惑又惊喜 少年写写写 举起来递给她看 得了一个新的夜明珠 我不看书 不学习用不上 便给你送来了 这话可说到林萧萧的心卡上了 啊 消息传得那么快吗 你也知道 我要当夫子了 哎呀 其实我没多厉害 就是他们有眼光 少年敏唇微笑 赞同她的话 故而点点头 呀 第415章 一惹 林萧萧还有这癖号呢 呀 林萧萧把头大的夜明珠抱了过来 捧在怀里稀罕地来回看 这人呢 一高兴 那就忘了东南西北了 这回我看 小人说更清楚了 说完才发现 说秃鲁嘴了 她立马若无其事地为自己找步 啊 你没当过夫子你不知道 我这也是教学的一部分 少年睁着小狗眼 很认真地看着她 点头点头 她又拿出纸笔写写写 我也可以做你学子吗 林萧萧的小尾巴 都要翘到天上去了 你也崇拜我 想跟我学知识啊 好吧 你跟我混 就当是报答她 给夜明珠的小恩惠了 少年送完夜明珠 没有过多停留 翻窗离开 然翻到一半便遭到了人生滑铁路 呆 小贼 总算让我逮到你了 有小贼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孟家瞬间灯火通明 从睡梦中苏醒的孟家人 披着斗篷 他拉着鞋子 匆匆跑了出来 他们提着灯笼 别的没瞅着 一眼瞅着盘在地上 哦不 洋洋得意竖起脖子的大蛇 蛇 蛇 从未见过蛇的丫鬟翻了个白眼 晕死了过去 大蛇看过去 脑袋扬得更高了 心道 就是有那等没见识的人类 本蛇竟能把他迷晕了 这蛇生得特别 孟家人一眼便认出他了 孟兆峰激动得像只跳马猴子 哦 是你呀蛇兄弟 你怎么来了 大蛇的蛇尾巴拍了拍地上的 人 还还有点傲娇地说 我 顺路路过你家的时候 看到一个小贼 从那小胖丫头的房间窗子翻出来了 本蛇聪慧 用尾巴尖一想 哼 谁家好人没事有门不走翻窗啊 有问题 就把他摁这儿了 少年被孟家一双双眼睛看着 他只觉得这次出师不利 出来时脑子走神了 再想去学院这件事 一个不查被大蛇抓住了 他想释放气息 让大蛇忌惮自己的 但 莫名地想让林萧萧看看 自己被欺负了 这前 林萧萧也出来了 被眼前这一幕砸得脑瓜疼 孟家人看到少年 就又气又紧张 气得是 苍云啊 老夫说过很多遍了 怎么 听不懂吗 为何还半夜找萧萧 紧张的是 萧萧啊 外祖父是不是说过 不能让外人半夜找你 林萧萧摆摆手 很认真地纠正他的话 外祖父 他不是外人 他今夜来找我有事 送了我一颗超大的夜明珠 孟家人 糟糕 连定情信物都有了 他们不能强行劝啊 听说小孩子叛逆 越不让他们做什么 他们越做什么 孟家人干巴巴地笑 林萧萧来到大蛇面前 眯起危险的眼睛 谁让你半夜跑到我家监视我 还欺负我的人的 大蛇委屈巴巴 他可是在做好事 一紧张 说话就嘴瓢 口是心非的 你可别误会啊 我可不是想让你养我 才做这些事的 我只是想报恩 我只是想 蛇脑袋搭了搭 做一条报恩的好蛇 林萧萧想到这条大蛇近日的行为 恍然大悟 我说你最近又是帮我通风报信 又是送来一堆吃的 又是守夜抓贼的 原来是为了让我养你啊 不等林萧萧大蛇再说话 少年刷刷刷飞速地写字 不养 嗯 他记仇 很记仇 林萧萧也没打算再养 他点头 嗯嗯 不养 大蛇 你走吧 我们要睡觉了 深更半夜扰人好梦 可不是一条好蛇 林萧萧摆摆手 少年从蛇尾下爬起来 想和林萧萧说句话 奈何梦家人跟狼似的 直勾勾地盯着他 他只好依不舍地离开了 少年离开 大蛇一步一去地跟在他后面 这条大蛇算是看出来 林萧萧听着少年的话 但这少年竟然耽误他吃软饭 他羞羞羞地爬到了少年面前 向他示威 小子 我命令你 对林萧萧收回那句话 我命令你劝他养我 少年一改方才的温顺 他抬起头 强大的气势 犹如过云起雾的大网 牢牢地罩在他身上 他的蛇身瞬间趴了下来 舌头头疼欲裂 他甚至不敢同少年对视 脑子里只出现一个冰冷无情的字 滚 舌下的屁滚尿流 一溜烟滚回了自己山洞里 那少年太可怕了 他到底是谁啊 哼 不管是谁 我都不能让他耽误我 嘿嘿 小胖丫头肯定是看他长得好看 才和他一起玩 听他话的 如果 他失宠了呢 接连几日 孟家总是发生诡异的事 比如今日用晚饭时 孟家人正用餐呢 一个八九岁的半大小男孩 从林萧萧的房间里跑了出来 哭得一抽一抽的 仿佛要过去了 呜 不要吃我 不要杀我 就命呀娘亲 孟家人都愣了 齐刷刷的看林萧萧 你的朋友 孟兆风更直白 妹啊 你什么时候成人贩子了 又想到什么 你该不会有什么癖好吧 林萧萧萧她一例子 我压根不认识她 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五个了 门外响起 阵阵敲门声 白菜开门后愣了愣 是金兆福尹的大人 金兆福尹进来后 对着林萧萧愁眉不展 安和公主啊 你要是想找人逗趣 陪你说话 您直说 肯定有不少人主动上门的 她苦笑着 但是您别用这种法子啊 直接 直接把人拐回家 都已经有好几个人报关 反应情况了 再这样下去 对公主的声誉也不好啊 林萧萧鼓着圆溜溜的腮帮子 我没有拐人 我又不是拍花子 等着 我要康康是谁害我 坏我名声 她晃着手腕子 小脸很叨叨的 林萧萧让豆包肉包白菜黄花菜 哦还有孟兆峰夜里轮班首夜 每个时辰都不放过 务必要把害他人揪出来 春风吹 战鼓雷 我们就是雷中雷 不吃饭 不睡觉 打起精神绑住贼 想成功 先发疯 不顾一切向前冲 黄花菜 黄鼠狼摇头晃脑 像打了鸡血似的 林萧萧朝他摆摆手 你来 给你奖励 第416章 把香插进你香炉一样的鼻孔里 林萧萧笑咪咪的朝黄鼠狼勾勾手指 你来 我给你个奖励 黄鼠狼骄傲得意的 看向白菜他们 瞧瞧 都学学我 我就是靠这张嘴 走遍天下的 他等着奖赏 却不想等来的是 好几记暴例子 让你喊 让你喊 是不是啥 知不知道 什么是打草惊蛇 你和那贼一伙的吧 通风报信的吧 黄鼠狼抱着脑壳 闷声叫着 白菜羞炯的 用手戳戳脸 嗯 我不想要这种嘴 夜深人静 星月稀疏 林萧萧带着肉包白菜 他们躲在了隐蔽的角落里 等啊等 听到了稀稀索索的声音 一抹长长的黑影 溜进了梦甲 他后半拉身子尾巴 还卷着一个小男孩 只见这条大蛇 先用大大的脑袋 顶开了林萧萧的侧门窗子 卷着小男孩 溜进了林萧萧房间 又把小男孩放在凳子上 他竖起蛇眼 凶凶地瞪着他 臭小子 你哭什么 我把你弄来是为了你好 跟了林萧萧你以后 可有数不尽的荣华富贵 不过嘛 我给你这么好的前途 你也得为我办点事 等你取得了林萧萧的喜欢以后 第一让林萧萧踹了那小白帘子 第二让林萧萧 嗨嗨养我 行了 别哭了 眼睛哭肿了 就影响模样了 让我瞅瞅 这模样能吸引林萧萧不 不能 林萧萧的声音飘了进来 你看 他说不 大蛇下意识嘀咕着 忽觉得不对劲 他猛地回头 对上林萧萧似笑非笑的眼睛 哎呀 你怎么在这儿 大蛇惊恐 你这话问得有意思 这是我家 我不在这儿在哪儿 林萧萧抱着手臂 倒是你呀 私闯民宅 还害我名声大悔 信不信我把你送妖兽界地牢去 不要 大蛇急急到 妖兽界地牢 可不是能待的地方 一日十二个时辰 都要饱受酷刑 大蛇盘起尾巴 轻拍着尾巴尖尖 撇他一眼 小声吐槽 人类就是虚伪 矫情 明明号这一口还不承认 我号哪一口了 林萧萧咆哮 就 就喜欢收集好看男童啊 大蛇道 虽然这个比不上那个好看 但是乖巧啊 不像那个 绝不愣声的 哎呦 我的尾巴 大蛇被道提了起来 林萧萧谈谈脑瓜崩 给你一天一夜的时间 解决这件事 不然 大蛇嗷嗷的 好好好 手下留情啊 他蛇眼含热泪 我上有老 下有小的 你真忍心啊 林萧萧朝白菜 扬了扬下巴 白菜心领神会 小跑去拿立柱代表时辰的粗箱 这箱烧完以后 你如果没有把事情办好 哼哼 别忘了 你的蛇宝们 他们的窝是我做的 我也能把他们 林萧萧做了个 咔嚓捏拳的动作 大蛇光光点头 这就办 黄鼠狼精力旺盛 主动提出 看守时辰之箱 林萧萧一眼看出 他的小算盘 按搓搓地警告 你要是敢偷偷摸摸 在箱上捣乱 我就把这箱塞进 你的鼻孔里去 被识破 歪心似的黄鼠狼 善善的 不敢不敢 我可是个好皮子 大蛇把男孩送了回去 又学着人类 用尾巴尖捏起毛笔 歪歪扭扭地 写下了几封信 大意是他是个 嫉妒安和公主的坏人 故意陷害安和公主 捣损他的名声 留信不说 还赔偿了 每个男孩家中 一笔银子 哦 老天知道他的心多痛 那可是他攒了 许久个银子 次日清晨 家家户户 都在街中心的城墙上 看到了一则认错书 认错书 便是大蛇写的那份 全城百姓们 都开始声讨大蛇 写一封认错书就行了呀 怎么不露面呢 真想知道是男是女 我觉得定是女子 唯有女子嫉妒女子 林霄霄夜半洗 偷男童的脏水 就算洗干净了 正巧也到了 快开学的日子 苏远带着他的夫子 也就是苍穹学院的院士 前来梦驾 院士今年约有六十多岁 神采异异 眼神明亮 萧萧 这是朱院士 苏远道 朱院士 林霄霄撑着脖子 眼睛溜圆 环 还有姓朱的呢 和朱是一家子 苏远尴尬的清壳 拿纸笔写下来 林霄霄左歪头 右歪头瞅了半天 背着小手 板着小脸 您闷 可别看我年纪小 就糊弄我啊 我可是学过字的 这哪里是朱 明明是日字 林霄霄哼了一声 你明明是日院士 朱院士 就这么把他的信给拆了 他背过身 拉过苏远 悄悄的 你确定他的文化程度 能担任夫子 可别交出来一群小文盲啊 不会 一来我们深渊的文化环境 会影响他 督促他 二来他签了书信 那就好 朱院士拿出聘书 没有因为他年纪小就轻视 他双手递了过去 萧萧夫子 这是聘书 请萧夫子在三日内 前来学院上任 苏远送夫子离开后 同孟之威 一起帮林萧萧收拾包袱 苏远见孟之威满脸担忧 道 寻常七要日 要在学院教学 但土要日周六 和日要日周日 是可以回家的 包括一些重大节日 也给休目 孟之威点点头 我只是担心她不习惯 小小年纪 便如此辛苦劳作 也不知她是否习惯 一抬头 四处看去 一道 哎 萧萧呢 此时的林萧萧 正在街上闲逛呢 她特意把 苍穹学院的聘书 穿了一根漂亮的五彩绳 然后把聘书挂在了脖子上 她大摇大摆地 穿过好几个街头 还故意在好几个铺子 小摊前晃悠 把聘书在他们眼前乱晃 还故作谦卑地问 哎 我不认字 你能教教我这上头 写的是什么吗 对了 我耳朵也不咋好使 你教我的时候 大点声念出来 林萧萧想 从别人嘴里念出来 更有面子 更出其不意 更能让人震撼 林萧萧忽闪闪着大眼睛 等着身边人的惊叹 那小贩把手在围裙上抹了抹 撑着脖子瞅了半天 扎下嘴 道 第417章 替身文学 我替你吃饭 你就别吃饭了 小贩在围裙上抹了抹 才干过活的手 她撑着脑袋 使劲地瞅了瞅 又挠了脑脑袋 露出了个憨厚 羞炯地笑 我 我这也不认字啊 林萧萧的笑容 僵在脸上 已经实化了 正愣了片刻 她脑袋上的毛都炸了 啥 你说啥 你不认字 你不早说 你不认字 你卖什么糖葫芦 不怕别人忽悠你啊 你不认字 我教你 我读一遍 你读一遍 就这样 小贩被林萧萧 强行上了一课 上一课也就不说啥了 还被林萧萧逼着总结 这节课的重点是什么 小贩都猛了 是认字 是 学院 啊 是你的名字 就在林萧萧快气晕的时候 苏远勤着笑和柔地 站在她身边 以后大家不必叫她 安和公主了 因为她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苏远清了清嗓子 自证腔圆 她是穷儒学院 朱学院的院士 亲自聘请的夫子林萧萧 以后可以叫她萧夫子 她是清源年纪最小的夫子 只有五岁半 林萧萧的小脸一扬 圆鼓鼓的小侧脸 就像蜡笔小心侧脸似的 哎嘿嘿 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苏远表哥哥怪懂我的 真是个大好人 以后可以和他再好一点点了 苏远闽唇微笑 听着四周的恭维声 称赞声 鼓掌声 林萧萧的虚荣心 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她翘着小下巴 背着手走了出去 嗯 得便宜还卖乖 她的小手搓着脸 对苏远道 嘿呀 你康康你 咋还当着那么多人面 把我的身份说出来了呢 以后要低调 低调 苏远谦虚地点点头 知道了萧夫子 这声萧夫子叫得林萧萧 神清气爽的 苏远送林萧萧 回到孟家门口后 便去办事了 林萧萧不想回家 我还有东西没买完啊 我都要当夫子了 得给自己弄一身行头 脑子里想着大硕夫子的打扮 脑子里有了主意 买完东西 把大包小包 往白菜和豆包身上一放 她呼吱呼吱地甩着胳膊 啊 好累好累 黄花菜敬爱说大实话 小主人 您坐在肉包身上 白菜豆包给你提东西 我给你扇扇子 敢问您哪儿累 林萧萧 再乱说话 我不养你了 黄鼠狼才要说什么 黄豆般的眼睛一转 警觉到 有人跟踪我们 谁 快出来 否则本黄大仙 使出无敌臭臭屁了 巷子口出现一抹 竹青般清秀的身影 小哑巴 怎么是你 你平时不都是夜里来吗 今日怎的白天来了 黄鼠狼听了这话 忙用毛胳膊戳他 小主人 可不能让别人 听着你对男子说这样的话 不知道了还以为 他小声嘀咕 你俩偷情呢 少年举着写好的本本走过来 说好的让我也入学院 俊秀的少年满脸委屈 林萧萧巴搭拍了下脑袋 嘿呀 光顾着当夫子高兴 天天臭显白了 我都忘了这事了 不过可不能让小哑巴知道 不然我萧夫子的名声何在 少年听了他的心声 敏唇 心想 你还知道你天天臭显白呀 我那与世隔绝的家人 都知道你当上夫子了 你康康你 就是个急性子 我打算明天告诉你那 怕你高兴得睡不着 那你明天就跟我一起上学吧 特江湖气息的拍胎胸脯 我罩着你 少年看着林萧萧 伸出小拇指 显然要拉钩 林萧萧 你还要拉钩 我是不讲诚信的人吗 片刻 拉完钩 把少年打发走的林萧萧 赶忙给苏远河院士 去了一封飞歌传书 大意是他要带一个非常聪慧的靴子 要当夫子的林萧萧 兴奋的将近一夜未睡 早上 孟芝威亲自做了女儿最爱吃的灌汤包 又让丫鬟去叫人 还没等敲门呢 门便被推开了 丫鬟看着从里头走出来的小老头 又惊又吓 往后退了一大步 你谁 胆敢私闯我家小小姐的房间 来人 别喊别喊 是我 我 萧夫子 听了熟悉的动静 竹林揉揉眼睛使劲地愁 终于辨认出 眼前穿着老头衫 脚踩老头鞋 背着水袋 扎着马尾揪 黏着胡须的人 是他们家小小姐 小小姐 你为何打扮成这副样子 林萧萧学着大树夫子摸着胡须 故作老成的开口 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样打扮 才能彰显出我夫子的威严 孟家人看着林萧萧的打扮 集体陷入了沉默 他开心就好 到了时辰 马车车轮声咕噜噜响起 为表诚意 苏远和朱院士都来了 他们四处张望着 朱院士问 萧夫子 是为起呢 还是正喜书呢 又或是让丫鬟喂饭 啊不对 用膳呢 这张没有结束 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417章 替身文学 我替你吃饭 你就别吃饭了 不怪朱院士这般问 主要是他正面侧面都打听过了 这位还没借业奶的小夫子 是又贪吃又贪睡的 林萧萧就不怪无奈的 他都在他们面前晃半天了 竟没认出他 少年苍云不知何时出现 指了指林萧萧 拿出直笔板子 他是萧萧夫子 空气中回荡着尴尬声 苍云的表现 让林萧萧很满意 这回都不用提醒 便直接对朱院士他们道 我给你们的飞鸽传书都看了吧 这是我收的学子 跟我一同入学院 朱院士成因片刻 并非我不想收 而是 苍家是出了名的梅韵之子 怕他去了学院后 给我们学院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和灾祸 哦吼 你们歧视苍家呀 都不让苍家人上学的 不不 并没有 苍家出了代表上学 朱院士道 林萧萧满脑袋问号 亏得苏原解释了一通 大意是 苍家眉运连连 无人愿意靠近 但苍家有个远房亲戚 是苍老爷子死去的夫人的表妹家的孩子 姓宋 明宋福 宋福同苍云年纪相差不大 仗着是苍老夫人的远房亲戚 打了不少好处 又传出自身带福 雇得了苍家的许多资源 林萧萧听完之后 不由地瞪圆了眼睛 这不就是抢苍家的好处 占苍家的便宜吗 喊给苍家带福 带什么福了 还有还有 什么是苍家出了代表上学呀 林萧萧歪头看朱院士 这也是可以替的吗 那从今天开始 你不要吃饭了 我替你吃饭好不好 一番话夜的朱院士哑口无言 况且我和小哑巴常常一起玩 也没倒霉啊 我身边人也没倒霉啊 我看你们站着那么久了 也没倒霉啊 朱院士是公主福气大 能压得住苍小少爷身上的霉运 林萧萧小鸡啄迷地点头 嗯嗯 那我更应该带着她了 不让我呆 那这夫子我也不当了 她抱着小胳膊 脑袋一歪 苏远拉过朱院士 巧声道 最初皇上也有意让安和公主摸清仓加霉运一事 朱院士同意了 少年露出一个浅秀的笑容 他们一行人到了苍穹学院 在门口便遇到了一波特殊的队伍 第418章 肖原夫方子 你怎么看 苍穹学院门口有一波特殊的队伍 学院两旁站了一排男子 一排女子 看衣术打扮都是学子们 他们手里或捧鲜花 或捧横幅 翘首以盼的 看向屏下的马车 林潇潇掀开车帘往外瞅了瞅 那马车四面都用丝绸包裹 镶着蓝色宝石 门帘上挂着叮叮当当的宝贝 那是谁的马车 朱院士 是你的吗 朱院士摇摇头 飞也 我哪有这么好的马车 那是 朱院士有些避讳地看了眼苍云 沉吟一番 还是说了 送福 哦哦哦 林潇潇恍然大悟 转头看苍云 并拍拍她的胳膊 那就是你们苍家的替身啊 怎么那么大排场 不等苏原解释 那边的尖叫声便让林潇潇明白了 阿福学长 上次你送我福气以后 我真的想看了一个好男呢 阿福 能再赐我一些福吗 我准备了许多东西送你 苏远收回眼神 看向林潇潇 正如你所看到的那般 在学院 在学子 在父子眼中 她是名副其实的福宝 谁靠近她 谁有福气 她备受青睐和欢迎 朱院士赞许的点头 摸摸胡须 没错 她未来之前 我们学院总是发生 大大小小的倒霉事件 不是地面塌陷 就是防粮断裂 要么就是 我们吃过食堂的饭菜 集体食物中毒 自打送福来了 那些没事都不见了 不愧是 给我们送福的人啊 对于这样有福气的人 我们学院自然是优待的 许多事情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更何况大家都拥护她 我们也不好说什么 朱院士道 好在这孩子谦卑 惹不出什么大事 他们的距离不远 林潇潇能清楚地 看清送福的样子 送福身材中等 不高不矮 不胖不瘦 那张脸 就是传说中的 老实憨厚面相 没有攻击力 给人满满的福气感 和安全感 似是有感觉 送福朝林潇潇看去 看到她的另类打扮 愣了愣 又扬起一抹 友善的笑容 还朝她招了招手 林潇潇滋牙 翻了个小白眼 放下了帘子 在心里嘀咕着 天生自带福气 还四处送福气的人 我看着不像啊 面相奇奇怪怪 一出来的福气 也奇奇怪怪的 又有好玩的是做了 马车是不允许 进入学院内的 有福气也不行 苍穹学院门外 建了的马舅 可以把马卸下来 会有专门的马丝 帮忙照看喂养 林潇潇他们 从马车上下来后 宋福是一直 关注着他们的 见到苍云的瞬间 眼底闪过一丝 不易察觉的复杂之色 他极快恢复后 就像就是主似的 挡在了学院学子们的面前 苍云 你怎得在这儿 你怎得随意出来了 你难道不知道 宋福故意说出他的名字 这让学子们 感觉到了恐慌 他们低声尖叫了一声 纷纷躲在了宋福身后 满是依赖的样子 阿福学长 这个灾星眉心怎么来了 你要保护我呀 院士 你可不可以给个解释 为何让这灾星来 这把我们的安危 置于何处了呀 朱院士被问得头大 他正在嘴边 噩噩噩的措辞时 林潇潇站了出来 他凝视着他们 细碎阳光映在 他黑色的铜人里 好似冰冻的海水 他眼神幽冷 遥远 还带着轻蔑的蔑视 那蔑视如一把瑞丽的刀子 仿佛会刺破海面 将他们统统丢进冰冷的海里 他怎么不能在这 他怎么不能随意出来 他是犯人吗 是皇上下了禁令 不让他出来吗 瑞丽的四连问耶的宋福的脸 清白交加 好半天都说不出话 最后只是干巴巴地说了句 没有 有的学子倩啊 为宋福打抱不平 你谁呀 看着这么奇怪 还这么眼生 你懂什么呀 那苍家在清源市 出了名的倒霉鬼 谁沾谁倒霉 好在苍家有自知之明 知道不招人待见以后 便不在外出见人了 也不知今儿个抽了哪门子的风 竟然又舔着脸出来了 才说完 便觉得双手控制不住 一般的啪啪打自己的脸 怎么回事 我为什么打自己 啊 是你搞的鬼 停下来呀 哦 你说停就停啊 林潇潇看他自删嘴巴删的脸 都红肿了 这才是灵气让他停下来 说错话要受罚的 希望你长记性啊 那女学子捂着脸哭哭啼啼的 受罚 你算什么东西 你凭什么罚我 林潇潇背着小手 摆出一副老成的样子 凭我是这个学院的夫子 夫子惩罚学生 简直就是天理也容 女学子听了这话都忘了哭了 愣住了 神 什么 你是夫子 那么小 我不信 林潇潇眨眨眼 纳闷 哎 我都贴胡子了 看着还很小吗 说着 他摸摸胡须 啊 我胡子什么时候掉了 住院室站出来 林潇潇的确是我们新聘请的夫子 至于苍云 也是我们学院新招来的学子 也是肖夫子清点的学子 又怕引起恐慌 赶忙补了一句 不过大家放心 肖夫子很有本事 苍云跟在肖夫子身边 是不会发生霉运的 他们听出来了 肖夫子能压制苍云 不过也有人提出异议了 院士此言诧异 难道肖夫子能一直跟着他 一个男子一个女子 总不会睡觉 沐浴出宫都在一起吧 如果我们出了事 该如何是好 就是 我们反对苍云入学 有他没我们 有我们没他 对 这群学子们的反抗情绪 十分激烈 林潇潇吼了一嗓子 歪着脑袋好奇地问 有他没你们 这是什么意思啊 有一个学子代表站了出来 哼了一声 意思就是他如果入学 那我们就退学 集体退学 他们就不信了 院士能为了这么一个倒霉鬼 去牺牲他们 朱院士头都大了 他俯额 忽然灵机一动 打算把这个难题 丢给林潇潇 潇夫子啊 你怎么看 第419章 把你一炮 你就是西湖龙井 好大一颗难踢的球 踢给了林潇潇 林潇潇才不怕得罪人 这简直是他强项 他把含在塞帮子里的糖果 悄悄吞下去 含糊着 我 我我知道 林潇潇摆摆手 生活助理 兼管家白菜心领神会 极其默契地 从胯包里 掏出笔墨纸验 并且十分给他面子的开口 肖夫子身份尊贵 请口述 我来写 林潇潇瞥他一眼 嗯 他收的这个小白菜 很上道吗 清了清嗓子 写上退学申请 他巴拉巴拉 说了一堆条约 白菜写完 林潇潇装模作样地过目 接着朝宋福 那帮人那么一甩 要退学的 都来签字吧 签完字回宿舍 使都使都包袱赶紧走 别处这儿给我添乱了 吸 他们一走 就能给心生疼地方了 宋福帮派的这群学子们 都实话了 林潇潇这反套路的操作 让这些学子们愣住了 你只是夫子 凭什么开除我们 对 而且还是个衙美掌权 年纪轻轻的夫子 你没有资格 林潇潇用看白痴的眼神 看着他们 还是失忆了 明明是你们自己说的呀 要退学 我成全了 你们都不行吗 又没啥耐心地 抖了抖手上的纸 快来签字 这有的人啊 就喜欢打嘴炮 一到真是了 那就不行了 他们支支吾吾的 还有人耿着脖子 退不退学 也不是你这个协议说的算的 院士都没发话呢 林潇潇又歪头看院士 我说的不算 没我是 那我走 好不容易忽悠 哦不不 聘请回来的 怎能轻易放走呢 这会的腰 不给林潇潇撑起来 还什么时候撑 朱院士默默胡须 潇夫子所言 等同于我所言 别说写一张退学协议书了 就是开除学子的资格 也是有的 此话一出 学子们的脸都变了 方才那股子 嚣张的气焰 已经消失不见了 朱院士的话 让送福正色 看向林潇潇 没想到她小小年纪 竟有几分本事 她是什么来头 不过眼下 都因为她在僵住的 若是因为这点小事 便影响了她的声誉 为免得不偿失 她哈后浅笑 我的错我的错 都是师生 哪用得着闹得这么不愉快 他们对学院都有感情了 哪会轻易退学 萧夫子 宋福谦卑地拱起双手 还朝她攻了攻身 十分礼貌 可否看在学子的颜面上 让这是过去 学子们通通感激地 看向宋福 寻思着 阿福学长都这般了 她定会顺着台阶下吧 林潇潇就是个 不按套路出牌的主 她忽闪忽闪眼睛 我为什么给你面子 咱俩很熟吗 你的面子就像鞋垫子 宋福向来被人温和对待 头一回受到这般待遇 她一张脸仗的青红交加 她身后的学子们 愤愤不平地想出头 被林潇潇一眼看穿了 谁在这时候 多叨叨一句惹我心烦 我一人送一张开除书 人啊 都是利己自私的 和宋福再好 也不会断送自己学业 宋福的眼睛闪了闪 接着 林潇潇来了个更狠的 本来嘛 我大人有大量 你们认个错 这事就过去了 可是 总有不长眼的 让我不痛快 嗯 那就 林潇潇背着小手环绕一圈 把学院的学嫂干净扒 也让扫雪的婶子们 歇息歇息 扫雪婶子们听闻乐地 忙把扫帚丢在地上 对林潇潇好一针道谢 学子们咬牙拿起扫帚 刷刷扫雪 有人动得嘶嘶哈哈的 忍不住抱怨 若不是因为宋福 哪会遭这罪 真怀疑 她究竟是不是复兴 宋福听到这话 暗暗攥紧了拳 这个林潇潇 来的第一日 便动摇了她的名声和地位 真是不可小觑 更重要的是 她是站在苍云那边的 晚膳时分 宋福做了许多平安福挨个 送给他们 用话扭转学子们 对她逐渐偏离的印象 萧夫子是安和公主 此次带苍云前来 想必也是皇族的意思 都怪我福气不足 在安和公主的气势下 竟没能帮助大家 抵挡得住苍云的煤气 过让大家倒霉了 宋福谦虚又愧疚 她的话 果然让学子们的脸色好多了 我就说 苍云那倒霉鬼 怎么赶出来晃荡了 原来是抱上金大腿了 那夫子 哦 不公主怎么想的 也不怕沾了一身霉韵 果然人比人得死啊 出生好就是不一样 一个小毛孩子 都能当夫子了 看着就没本事 没几天就下得跑了 宋福见偏离的线 被她扯了回来 在心里舒了口气 宋福就是个墙头鸟 安抚完学子们 又跑去安抚林潇潇 打听到林潇潇爱吃灵嘴 给了她一盒奶制品 奶香味馋的林潇潇直吞口水 对她和颜悦涩了些 林潇潇早就吃饱了 半块也吃不下去 她把奶制品放在柜子里 嘟囔着 抿个一大早泡牛乳里吃 那样会更香甜 夜 深沉如墨 少年苍云 悄悄摸进了林潇潇的房间 她像只偷鱼的猫 夜手捏脚地摸到了柜子里 拿出了那盒奶制品 一日清晨 林潇潇抱着奶制品 急吼吼地放到了桌上 她坐在凳子上 嗯 腿短得她一晃一晃的 一只手握筷子 一只手握勺子 挤着小身子一拱一拱的 快快 饭饭 呃 牛乳 小饼子还有鱼丸端了上来 林潇潇盯着送福 给她的那盒奶制品 打开 嗷嗷 快快 泡里面 少年苍云上手打开 后退了一步 林潇潇在看到奶制品里 爬着的白色虫虫时 那撑出去的脖子 瞬间缩了回来 嗷嗷 虫 拿走拿走快拿走 少年苍云盖上盖子 在本子上写写画画 萧夫子 这是谁给你的 吃了虫子肚子会坏掉 这人不安好心 以后离他远点 少年难得一口气 写下那么多字 林潇潇摸着小下巴 哼哼着 就是那圆不溜溜的送福给我的 他一定寄我愁 想害我做不了夫子呢 我去找他 第420章 人不畏萧 天诛地灭 林潇潇气得塞帮子都圆滚滚的 他解开围在脖子上的饭兜兜 像一只鼓满气的小河豚 嗷嗷嗷地要往外冲 少年轻轻捉住他的手腕 摇摇头 又把写字板拿出来 你是夫子 不和学子明面起冲突 林潇潇颠着脚尖做思考状 好哥们般地拍拍他的肩膀 嗯嗯 你说的对 我现在可是德高望重的夫子 哪能和学子一般见识 哼哼 反正我也看宋甲福不顺眼 我要捉到他的小辫子 让大家知道 他是个有问题的甲福 经过虫子的闹腾 都没心思吃早饭了 两条又短又肉的小胳膊 交叉趴在桌上 小脑袋往胳膊上一趴 扁着嘴 唯唯曲曲 呼的 嗅到一股浓郁的奶香味 少年苍云 把一个餐盘 推到林潇潇面前 餐盘里都是奶制品 有奶酪奶糕 奶皮子奶豆腐 奶香味香的林潇潇 直吞口水 咬了一口 乐得他直拍手 好吃好吃 还是你好 你人好做的东西也好 比辣个甲福好一万倍 少年苍云挺了挺胸膛 自然 我是最好的熊类 又想到昨夜想做的手脚 眼睛闪了闪 人不畏消 天诛地灭 吃完早饭的林潇潇 在学院里四处溜达 朱院士让他熟悉 一日学院的环境 路线 班级 学子 以及夫子们 等熟悉个三日在上岗 这正和林潇潇的心思 林潇潇懒得进那些 弯弯绕绕的 撅起的嘴巴 都能挂起一个油品了 白菜就在这时发挥作用了 他顺毛铃地呼噜着林潇潇 小主子别发愁 有我呢 我 白菜略显羞涩的挠挠脑袋 我对这学院还是很熟悉的 这么一提 林潇潇恍然大悟地一拍脑袋 哦 我想起来了 你之前就在这住 我就是在学院认识你的 他摸着下巴 我任命你为我的助理 大事小情的 都交给你处理吧 正好他能偷个懒 他现在是盼饭的状态 盼完早饭盼午饭 盼完午饭盼饭 低漏的指针一到 他竖耳朵一听 羞得从椅子上弹了起来 熬熬 吃午饭了 然 到了食堂 坐下来 塞进去第一口的时候 林潇潇好悬梅干呕出来 这 这是不是上错饭了 是给人吃的吗 简直就是给猪 不不 猪都不吃 早上的饭 明明很好吃的呀 少年拿出写字板 早上的饭是我做的 后来林潇潇才知道 苍穹学院的愿规 就是吃都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故 不会在美食上多费心思 林潇潇听着这解释 陷入了沉默 这哪是不费心思啊 这是没心啊 小手在菜上比划着 介绍的时候 那张小脸拧成了麻花 芹菜炒草莓 西红柿炒葡萄 月饼炒肉 这些 真的是人发明出来的 吃不下 一口也吃不下 林潇潇想 是时候拿出杀手锏了 她掏出一张传令符 用灵力点燃 对着传令符 哇啦哇啦 对对 快点啊 三份三份 林潇潇的手戳着下巴 也就打了个盹 不到一刻钟的功夫 石棠忽然觉得阴风四起 都是在苍穹学院学习的人 条件反射 第一反应的放下手里的碗筷 十分警惕地盯着林潇潇这边 有阴气 而且是新来的父子那边传来的 她好大的胆子 竟在玄学学院招阴 看看她要干什么 只见两个浑身黑衣 不见五官 不见人脸 挡得严严实实 脚下悬空的阴人 提着几份东西 放在林潇潇桌上 放完东西就走 没有一丝丝停留 甚至 学院那些学子们 还未来得及甩服呢 就已经不见踪迹了 林潇潇拆开牛皮纸袋 饭菜的香味 直往人鼻子里钻 她把饭菜 分给小哑巴和苏远 三人享用着 却不知谣言如吹开的蒲公英 已经吹得四处都是了 林潇潇打从娘胎里 便养成了 吃完饭小睡一下的习惯 她是被吵吵醒的 揉了揉酸色的眼睛 顶着力气的呆毛 外面在吵吵什么呀 我咋觉得 在说我的名字啊 好奇心占据了上风 不行 我得瞅瞅去 循着声音 来到朱院士的书房门口 哦 呼 这儿好多人啊 是在发什么好吃的吗 她趴在后边的长椅上 戳着下巴听 听了一会沉默了 都是在讨伐她呀 和殷邪有来往 还让殷邪送饭 这等人不配做学院的夫子 我们不接受她 对 让她离开 朱院士一个头两个大 这位安和公主 还真是风浪的忠心啊 来了不到一天 闹得满怨风雨 你们不接受 我就要离开 你以为你们是谁啊 林萧萧走进人群 萧父子 今日中午送饭的人是 朱院士问 你猜 我就不告诉你们 院士 她定是心虚才这样的 那两个人一定有问题 她招来乱七八糟的阴血 若是闹出了人命怎么办 有学子瑟瑟发抖 朱院士哄着林萧萧 萧夫子 今晚晚善 还能让你那两个朋友 来送饭吗 我们也见识见识 你不用激将法 我教他们来可以呀 林萧萧抱着小胳膊 不过嘛 叫来之后 若不是阴邪 方才 你你你 还有你 这五个骂我最狠的人 将会被我开除 这样的人 她可留不起 碍眼 头疼 那五个人 也是血气方刚的 好啊 如果是阴邪 你就滚出学院 我们可不要娇滴滴的 一无是处 狗屁不懂的小公主 来做我们的夫子 一群人顶着房盖 五五叉扎的去了食堂 这会儿也快到晚饭时辰了 来用饭的学子 夫子挺多的 听了原油 都想一探究竟 林萧萧老一套的操作 燃服 密语 等待 过了一会 熟悉的浓烈的阴风 呼从四起 那几个杂杂呼呼的 学子叫得更欢了 看 快看 看到了吗 这是斜碎的阴风啊 跟赏武的一模一样 谁还敢说 不是斜碎 他们眨眼的功夫 两个黑影无声落下 第421章 黑白无常 饿了么外卖已送达 两个黑影悄无声息地 落在林萧萧面前 嗯 他们手里还拎着牛皮纸袋 阵阵香味飘了出来 闻着有烤鱼 辣炒鸡肉 海鲜汤 肉饼的味道 他们照常 把东西放下 刚要走 林萧萧捉住一个黑影的袖子 等会再走 他们说 你们是阴邪 也说 我在养阴邪 林萧萧耸耸肩 像委屈的小企鹅 贬着嘴抽抽叨叨 我受不得这委屈 原本要走的俩黑影 听了这话 两条腿可卖不动了 闹呢 开灵小祖宗受了委屈 还能走吗 你想如何 其中一个黑影问 他的声音空洞 裹着极致的寒 给他们康康你们的真身 林萧萧插腰 小牙咬得嘎吱嘎吱响 让他们睁大狗眼瞅瞅 俩黑影悬空着步子转过来 面向众学子们 学子们感觉到了 压迫性的死亡般的气息 他们声音如空洞的漩涡 我们可不是白白在人间停留的 停留一次 是要带一缕魂魄回去的 一个学子听了 后退一步 惊恐道 听听 大家快听听 听到了吗 林萧萧带来的邪碎 简直太猖狂了 公然要人性命 那学子朝四周看去 开始掏福禄 还寻求其他学子 夫子的帮助 他的情绪像激动 跳出水里的鱼 邪碎要伤人了 我们一同制服他们 情绪如漂亮的毒蘑菇 醉意渲染左右人的情绪 周围的学子们 纷纷拿出符禄 仇视般刺向他们 两个黑影喝笑一声 愚蠢的烦人 他们如羽毛般轻轻抬手 学子们手中珍贵的符禄 竟变成了空白的废纸 怎么 怎么会这样 我们的符禄都被邪碎给 他们一定是厉鬼 有人马着胆子 朝他们吼着 你们不要太猖狂 信不信我们汇报给阴间的阴司 让他们收了你们 阴司便是在阴曹地府做事的人 要知道能开玄学学院的 都是和阴司多多少少有些关系的 阴司 两个黑影对视一眼 轻笑 手一挥 黑色斗篷缓缓消失 露出了他们本来的面目 一个是鼠羊的 身穿白袍 面白如粉 口吐长舌 身材高瘦 手举枯丧棒 笑口长开 官帽写一件身材的 一个是鼠阴的 身穿黑袍 表情凶恶 身材矮胖 官帽上写天下太平的 他们一线真身 在场的学子夫子们 通通惊住了 有的张大嘴 有的胆小的 甚至贪跪了下来 嘿 黑白无常 竟然是勾魂的黑白无常 他们这才是真正的阴司 不 阴官啊 阎王身边的两大红人 林潇潇 安和公主 竟能把他们请来 请来还不算 竟还让黑白无常 给他带饭 黑白无常一个笑 一个不笑 鲜明的对比 更让人心里发怵 我们是邪碎 方才学子们的嘴有多硬 这会儿 学子们的膝盖就有多软 扑通扑通 跪了下来 嘴里说着 求饶认错的话 白无常笑容满面 宛如春风袭来 方才说了 我们既献了真身 便不能空手回去 他晃着哭丧棒 那双棲烟然的 萌咪了起来 一一扫过在座的人 像是选白菜似的 挑挑拣拣 选谁呢 他随意点着 是你 是你 还是你 被点到的学子 有的吓尿了 有的吓晕了 不要找我 不要 找 说话的人是 送福的狗腿子 他眼睛咕噜一转 须得指向 林萧萧身边的苍云 找他 他是出了名的 眉心灾心 而且还是个小哑巴 没多久活头了 他死有余辜 苍云听了这话 清晰地眸抬起 里面搅弄着黑云 青眸瞬间黑如墨坛 黑白无常看过去 只觉得 他释放出了 无效的压迫感 这种压迫感想 让他们沉浮 林萧萧一张符打过去 让那人手脚抽筋 嘴外眼斜 我看活着浪费空气的是你 黑白无常见 林萧萧怒了 把视线从少年身上转移回来 嗨 原来是开灵老祖 释放的压迫感 就说嘛 一个小小的凡人 怎能释放那么大魄力 黑白无常 自是不可能随意居生人的混 他们释放地府阴气 吓唬了一番便离开了 吓唬是他们的事 能不能受得住 就是那群学子的事了 被吓唬的学子们 醒来后有的疯了 有的要回家 有的要退学 林萧萧的杀鸡警猴 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再也无人质疑林萧萧 怀疑他的能力了 毕竟 请问 还有谁能召来黑白无常 再问 还有谁能让黑白无常送饭 林萧萧萧夫子的名号 风靡了整个苍穹学院 宋福愈发觉得 林萧萧深不可测 能力非凡 想同他打好关系的心更强了 他借着问问题的油透 靠近林萧萧 露出憨厚且如木春风的笑容 萧夫子 上次的奶制品好吃吗 若是好吃 我可以多做一些 眼下正是冬季 储存时间挺长的 提到奶制品 这林萧萧就气不胆一处来 他掏出宋福上次给他的 推给了他 诺 你这好东西 我可无福消瘦 还给你 又把脑袋一甩 以后不要贿赂我 不然我会全学院通报你的 宋福温厚的笑容将在唇边 他拿起盒子 恭敬地说了声抱歉 并非想贿赂便离开了 宋福退下 来到角落里 打开盒子 看到里面招了白虫的东西时 眼眸都暗了 一双造靴在他眼前出现 是你做的 苍云 宋福笃定 苍云拿出写字板 苍静有力地自展出 他是我的 你离他远点 宋福正住 眉运连连的小哑巴 竟也懂得争夺了 可你想过没有 你这副样子 有谁会真正地接纳你 苍家出来的孩子 注定惹人闲 你还是有些自知之明吧 宋福 苍云伸手推他 宋福皱眉 想不明白 他为何忽然做如此激烈的动作 他下意识 伸手朝苍云做阻挡的动作 却不想 苍云竟直接朝后仰去 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宋福 黑人问号连 你碰瓷 再看后面 第422章 写五千字检讨 我犯天条了 宋福朝后看去 瞬间懂了 看得出林萧萧很在乎苍云了 他像个小炮弹似的 羞得朝宋福冲去 俩肉肉极厚的小肉爪爪 须得朝宋福狠狠一推 巴基把他推倒了 他插着腰 气鼓鼓地 活像一只小河豚 你干嘛 你在欺负人吗 好 他奶凶奶凶的 你休想否认 我 他两根短短的手指头 指着自己的眼睛 我 两只眼睛都看见了 宋福算是明白 何为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他站起来 把事情说了一遍 总结就四个字 我没推他 林萧萧又看向苍云 他推你了吗 苍云站起来 清秀的眉眼染了抹红蕴 轻轻点点头 快要哭出来似的 林萧萧鼓溜着大眼睛瞪着宋福 奶凶的声调都扬得高高的 你听到了没 他点头了 他说你推了 他就是个老实的小哑巴 他能说谎吗 宋福 合着 他输在自己 不是哑巴身上了 他的不作声 在林萧萧眼里 就是倔强的默认 他抱着交叉的小胳膊 端着夫子的架子 你仗着自己是老生欺负新生 身为夫子的我 一定要严格禁止这种 学院霸凌的行为 你 林萧萧哼了一声 今晚写五千字的检讨 明日交给我 宋福 他噎了噎 忍不住反问 萧夫子 五千字检讨 我是犯天条了吗 还降嘴 再加一千字 林萧萧哼了声 拉着可怜如小绿草的苍云离开了 宋福深呼了好几口气 才平复心情 他憨厚的脸 配上森然的眸 显得诡异 苍云 你棒上靠山也没用 你的命运是永远改变不了的 苍穹学院每个早上都要开院会 院会便是说说 或学子 或夫子 或学院的洗衣服大小事情 住院是讲完了话 环绕了一圈 可夫子还有其他事情吗 林萧萧举起小手 我 我我我有 他拿小眼神写愣诵符 我昨日遇到一个恶劣的学院霸凌事件 现在让霸凌的学子念检讨书 当众认错 向我们保证不再犯错 霸凌 我们学院还有这事呢 就是就是 我们学院一向和平 怎会有这种事 哎 真别说 一年前 嘘 别胡说 那件事不是调查清楚了吗 那是误会 宋福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下 议论纷纷下上了看台 众人看到 是宋福上台 惊得嘴巴都合不拢了 他的检讨书写的保守又委屈 散了学会后 学子们纷纷前来安慰宋福 阿福学长 你放心 我们都信你 知道定是那小哑巴冤枉了你 那倒霉鬼定是仗着跟肖夫子关系好 才害你的 毕竟他嫉妒你代表了仓家 宋福憨厚委屈地笑笑 若非我家纯良良善 又怎会去做仓家的代表 毕竟谁都不愿意靠近倒霉的人家 阿福就是太善良了 他们唧唧喳喳 说了好一会儿的话才散 但宋福仍没漏听他们嘀咕的话 哎 发现没 自打仓家小少爷来了 这宋福的福气 似乎没有那么多了 他最近总是倒霉啊 宋福的双手攥成拳头 林萧萧 苍云 啊 被念叨的林萧萧柔柔鼻子 打得大大的喷嚏 他缩在被子里 学院除了名声大 地方大 真是哪哪都大 就是用的东西不咋好 这大土炕硬邦邦 睡得我腰都酸了 还有我的写字桌 装脸也不好 还有还有 还有探盆也不好 都漏了个洞 越说越委屈 他抱起脑袋大的夜明珠 蹭了蹭 说来说去 就你送我的这个夜明珠好 要是我在学院用的东西 都是这种品质的 该多好啊 苍云听着他的夸赞和感叹 垂了垂眸 林萧萧 浑浑噩噩的上了几天的工 休目的前一日 他打着哈欠 懒洋洋的回了宿舍 愣住 睁大眼睛 揉了揉 他望着富丽堂皇的房间和摆设 两只小手像翅膀似的拍啊拍的 快要飞起来了 哇哇哇 小哑巴 这是你送我的 少年点头 掏出板子写写写 和夜明珠品质一样 林萧萧稀罕地摸了过去 喜欢喜欢 你从哪买的呀 少年眨眨眼 管他呢 林萧萧享受了起来 他正把爪爪伸出来 在那只纯金镶嵌宝石的火盆上烤手 忽然听到 学院响起急促的敲钟声 一二三 一共三下 每隔一刻钟 便会响起一次 阿嘞嘞 学院出事了 林萧萧羞地蹿了下去 商讨学院的事 都是在住院室的书房 林萧萧跑得极快 瞪圆了眼睛 脸上还挂着一丝丝的兴奋感 出啥事了 出啥事了 快说出来 让我高兴高兴 朱院士 不是 你这看热闹不嫌是大的样子 真的好吗 朱院士一人泡了杯茶 哦 到了林萧萧那儿 换了一杯牛乳 想来大家也知道 我们苍穹学院 除了教书育人 还是育林司的直属机部 许多育林司或忙不过来 或办不了的案子 会请我们协作 今日晚膳时分 便有京城的富商 还有皇商前来报案了 他们说 今日夜不能寐 噩梦缠身 总有老祖宗在梦中哭诉 说是老窝 可也就是坟墓里的东西 被人盗了 要知道死者为大 陪葬品更是死者 出入地府的通行证 在下面丢了陪葬品 先不说买不成东西 也会让人瞧不起 所以我们定要竭尽全力 调查此事 夫子们议论纷纷的 谁呀那么缺德 这活人的东西都看不上啊 就盯着死人的东西 林萧萧吸溜着牛乳茶 万分赞同地点点头 就是就是 偷死人东西来用 也不怕烂手烂脚 真是缺了大德了 哼 画个圈圈诅咒他 林萧萧义愤填地 攥起了小拳头 夜夜快深了 都散会了 林萧萧打着哈欠回了房间 少年疑惑地看着他 似在询问出了什么大事 林萧萧摆摆小手 哦 有人报灵案了 明哥我带你去实地考察一下 这样你会学得更快 第423章 萧夫子也丢过东西 嗯 别人东西都丢我怀里了 少年征援林萧萧最喜爱的小狗眼 乖巧地上下点头 写写写 我会努力学习的 林萧萧敷衍的摆摆手 把自己缩在被窝里 在温暖的炭火下 呼呼地睡了过去 早上 他顶着乱哄哄的呆毛坐了起来 小嘴里嘟囔着 睡不醒睡不醒 困困 门口 听着里面动静的白菜和苍云 停下了争执 苍云的手指捏紧盆子 黑毛压迫十足 神色不言而喻 给我 白菜本想据理力争 感受到少年的压迫 白菜的手缓缓松开 少年垂了垂毛 推门而入 他熟念地浸湿了面筋 凝干 林萧萧也很自然地 把小脖子往前一撑 像个小乌龟似的 给人类幼崽擦完了脸 少年愣了愣 写写写 你昨夜没睡好 对上林萧萧呆呆的模样 少年给他一面镜子 人类幼崽一照 怒摔镜子 镜子里长着两坨黑眼圈的人 是谁啊 想到昨夜的梦 林萧萧骂骂咧咧的 谁 一堆不认识的人入了我的梦 还舔着脸管我要东西 让我还东西 我偷他们什么了 我像是偷东西的人嘛 少年离他有些远 正帮他收拾衣裳呢 隐约只听到了梦啊 东西啊 具体什么没听清 最后还是少年用美食 堵住了人类幼崽的嘴 萧夫子 起了没 吃了没 朱院士站在窗户眼下 卑微的三连问 来了来了 林萧萧穿着刺绣 苍穹图纹的小炮子 戴着小高帽 露出增光瓦亮的小脑门 学院门口 受害者两个富商 一个黄商顶着俩黑眼圈 左手砸右手 忐忑不安地来回踱步呢 见人们都出来了 他们这才有心思站稳 朱院士啊 能 能寻到吗 为解决此事 出动了学院最有能力之人 朱院士特意介绍了林萧萧 这位萧夫人 则 她的大腿你 就可劲儿抱去吧 林萧萧被捧得飘飘然 拍响了小胸脯 问题不大 找东西这是我最拿手 我有经验 几个富商眼巴巴地看着她 眼神里还有些同情 看来萧夫子也没少丢东西啊 是啊 我们是同道中人啊 林萧萧干巴巴地笑着 哈 我这个顾家小能手怎么可能丢东西 我说的当然是别人的东西丢到我这儿了 少年听着林萧萧的心声 唇角浅浅的扬起 曾在仙界 他的一颗宝珠滚到了地上 滚着滚着滚到了林萧萧脚边 他一把捡起来塞进了怀里 还无辜地朝他眨眼 在仙界 你怎得乱丢东西啊 好吧好吧 念你是出饭 我帮你收了 富商打头 带着学院的人来到自家坟前 林萧萧撑着脖子 坟墓完好无损 你们该不会是 框我们的吧 不敢不敢 我们祖先托梦了 丢了这些东西 富商拿出图名册 有金箱宝石探盆 有掐丝 他嘟嘟当当的 林萧萧起初 还听得漫不经心的 听着听着 总觉得有些熟悉 他伸出小手 把图册拿来给我看看 林萧萧扒眼一看 他脑袋疼 这只这些东西 不正是他现在用的东西吗 萧夫子 怎的了 富商问 意识到什么 兴高采烈问 难道萧夫子 见过这些东西 哦 活 这哪能承认啊 林萧萧慌忙摆手 没 又后退一步 没见过 脑袋摇成波浪鼓 绝对没见过 小眼耿啾啾的 你们不要诬赖好人啊 林萧萧的反应 让大家伙觉得奇怪 他趁无人 偷偷瞪了一眼 嗦嗦在可可里的少年 他得解决啊 呼了口气 上前装不作样的掐指算着 妥啦 放心吧 你们老祖宗很快就能明目了 等着他们入梦报喜吧 富商们听了这话 脸上的愁云散了 欢天喜地地回家等着去了 学院休目两日 懒呆的林萧萧 难得放弃了这次休目 主动留了下来 小脸很认真 我是个认真负责的人 答应了他们就要做到 我不休目了 我要努力干活 住院士他们眼含热泪 满脸欣慰地看着林萧萧 谁说萧夫子好吃懒做不懂事的 老夫看走眼了呀 好孩子 真是个好孩子啊 当天夜里 林萧萧望着宿舍内的东西 洒了洒泪 横了少年一眼 你以为死人的东西好拿是不是 他们能铲死你 少年垂眸 他不是觉得死人的东西好拿 而是天地之间有这么个规矩 人死如灯灭 死人的东西最后只归天地 跟我走 物归原主 林萧萧把东西裹进了床单里 少年很有眼力架地扛在了肩膀上 俩人没有用肉身出去 而是用了离魂符 他们的魂魄 飘进了几个富商老祖宗的坟墓里 坟墓内果然空空如也 他们一顿操作猛如虎 把东西物归原主 林萧萧问 放对了吗 别弄错了 对了 然 林萧萧的魂魄 在外飘着闲逛 等待少年收尾时 他不知道的是 少年的魂魄 把富商老祖宗们的魂魄 召集到了一起 清烈的脸凉的汉人 撇了眼角下的东西 自己分 啊 好好好 我们自己分 小伙子别生气啊 我们在地下 不能没有金银财宝陪葬品做依仗啊 你放心 我们会好好表现的 少年的魂魄飘了出来 二人飘回了苍穹学院 俩人才想魂归体内 却惊恶地发现 他们的身体竟然不见了 而看守他们身体的白菜 昏睡在一边 黄皮子也被弄晕了 整张脸朝下趴着 和两具身体一同消失不见的 是肉包和豆包 谁透了我们的身体 林萧萧既着急又生气 身体离魂七天是会出事的 少年神色严肃 他们叫醒了白菜黄花菜他们 他们显然知道 晕倒之前发生了什么事 一向说话慢腾腾的白菜 此次语速都快了许多 我们在守着你们的身体 但是有一道压迫性十足的气息 裹住了我们 让我们动弹不得 我们强行挣扎 就不受控制地昏了过去 昏倒之前 我看到了你们的身体被带走了 第424章 敲击门等于报丧 林萧萧气的魂魄都在抖 就好似被古风机吹起的带子 谁 哪个天杀的王八蛋 偷走了我们的身体 白菜极力回想着 拍了下脑袋 模糊地说 偷身体的人 我记得他穿了一双粉色的靴子 但是体毛挺多 露出许多黄灰色的体毛 他走路步子很快 快得不像常人 甚至还跳了几步 林萧萧听着这乱七八糟的描述 脑子里乌蒙蒙的 他扎巴扎巴嘴 说了跟白说一样 醒来的黄花菜 听着他们的议论 弱弱地举起了毛爪爪 我有想法要表达 你表 林萧萧斜眼瞅他 黄花菜摆着大毛尾巴 好像一个钟摆 在地上扫来扫去的 我知又得 会不会不是人呢 会不会是兽类呢 林萧萧啼壶灌顶的哦 我一声 很有可能啊 追出去的是肉包 会不会和肉包有关 少年苍云的魂体 拿不了写字版 他借自身的阴气 在虚空写了一行字 追气息 寻肉包 哦哦哦 对 还是你聪明 林萧萧和肉包 是签了主仆契约的 只要他想 便能追踪到肉包 林萧萧使指运出灵气 扯出他和肉包的契约图 图是长方形 图纸上布着错纵交叉的线 林萧萧咬破手指 拧出一颗血珠 弹到了图纸上 一颗血珠分件成了两颗血珠 不多时 属于林萧萧的血珠显现了出来 在原地静止不动 所处的地方 正是林萧萧现在所在之地 而代表肉包的血珠 则是正在不停地闪烁 奔跑 林萧萧俩眼睛都瞪成了绿豆眼 这才看清楚 他歪着俩小啾啾 甜女 什么玩意儿 少年听着便觉得不对劲 他凑过去一看 沉默了 在虚空写字纠正时 妖兽界 林萧萧嗷嗷了两声 还挺不高兴地白了少年一眼 我 我会 用得着你气 少年 好好好 你什么都会 既然寻到了 就追吧 林萧萧的魂魄 才飘了一半 就被白菜他们拦住了 白菜他们一脸为难 小竹子 我们去哪儿 他珊瑚着手 我们 也不能跟着你飞啊 林萧萧急得白白手 也来不及叮嘱太多 就实话实说啊 说完就飘走了 白菜黄花菜 俩人面面相去 真要实话实说 小主人都吩咐了 一定有他的道理 他们出了学院 下山 往孟家的路走去 少年的魂魄 一步一驱地追着他 还不忘在虚空 写字给他看 你让他们说实话 说你的身体丢了 说你死了 身体丢 等于死 林萧萧呆了呆 反应很激烈地连续 啊了好几声 我没让他们说我死啊 刚开始咱俩说好的 周末不回家 还负伤老祖宗们的 陪葬品对吧 少年点头 咱俩找的借口 是在学院认真学习 认真钻研啊 我是让他们说这个 少年沉默了 他并不认为白菜他们 能和林萧萧同频 此时 连着赶路不停歇的白菜俩人 抵达孟家时 已是深夜了 黄鼠狼已经尿急外加史急了 他现在可不是以前 那等随意在外拉尿的皮子了 他现在是有主子有家 有公筒的皮子 嗯 要闻名如策 抬起毛爪子 啪啪啪地敲门 敲门的声音很急促 白菜捉住他的胳膊 他跟着人类生活的时间长 还是懂一些规矩的 敲门敲得这么急促是爆丧 不能这么敲门的 嗯 是丧啊 再不开门让我进去 我就要憋死了 多大的丧啊 正说着呢 守夜的急急忙忙地开了门 脸霎白霎白的 两只鞋都穿反了 扣子都系穿了 哆嗦着嘴唇 怎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守夜的才问完 便见原本熄灭了灯烛 已经歇下的孟家 亮如白昼 支呀支呀 其次比伏的开门声响起 孟家人各个披着衣裳 霎白着一张脸走了出来 怎的啦 敲门敲得那么急出什么事了 是啊 这敲门声都快把心脏吓出来了 白菜性子慢吞吞 反应慢吞吞 说话也慢吞吞 简直就是明西口中 一个动画片里的闪电翻版 他才想开口解释 黄花菜从工房叙叙出来了 那叫一个神清气爽 他甩着毛胳膊 见人都齐了 自作聪明的恍然大悟 啊 你们这么快就知道了 嗯 什么 孟家人一头雾水 黄花菜道 虽然小主子的身体没了 正常来说等于死了 但是 还是会有希望的几个字 还没说完呢 只见孟家人瞠目结舌 脚步踉跄 甚至有的承受能力弱的 直接倒在了地上 萧萧 死了 死了 孟家人就像多米诺骨牌似的 通通通倒在了地上 黄花菜惊得后跳了一步 哎呀 他们怎么了 好脾气的白菜瞪了他一眼 都怪你乱说话 孟家人听到乱说话三个字 心里隐隐抱着一丝丝希望 黄花菜来了句补刀的话 我没乱说话呀 我说的都是实话 又拍拍胸口 昂昂头 我可是这好皮子 好皮子从不说谎 姥姥爷 老夫人 夫人啊 孟家人乱做了一团 黄花菜惊得眼珠子乱颤 怎么办怎么办都晕了 家里连个主事的人都没有 啊 知道了 黄花菜的两条腿跑得飞快 直奔对面的苏家 去苏家 俗话说得好 远亲不如近邻 更何况我们既是远亲 又是近邻的 都不等白菜拦啊 哦不 准确的来说 这白菜都拦不住啊 黄花菜已经光光光的 敲起了代表急丧的门 苏家管家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啥 啥事啊 哎呀我的亲娘嘞 啥事值得这么敲啊 黄花菜喊了起来 啥事不值得这么敲啊 我们家死人了呀 死了一片一片的呀 这都是亲戚里道的 总不能不管啊 管 管管 我这就去叫人 苏家管家忙 把人喊了起来 苏家也变得灯火通明了 怎的了 苏家人问 随手 你打开 我这个 还是好